第1361章 邪名叫来人 哟 也没有个人回话 莫非是真的怕了不成 刑宇恶手望天 嚣张大笑 既然如此 那本大爷可就走了 说完刑宇挥挥手 当即就要率领身后的大尊主离开 只要他们离开了 他们这几个军者也打不起来 军者之间的战斗 根本不可能生死分开 毕竟想要杀死一个军者太难 此时 他们战斗根本就是为了拖住雷炎剑军 和桃花雪军等几位军者罢了 让其他人杀掉刑宇 只可惜 刑宇的战身出现 让他们没有实现 然而刑宇刚要走 忽然面前出现一道灰红浩瀚的声音 让刑宇猛然面色凝重起来 阿弥陀佛 刑宇施主 未免走得有些早了吧 羞羞羞羞 无数道光影在远处出现 旋即下一刻出现在面前 定眼看去 赫然是一千名身着红色袈裟 手持佛棍的和尚 在和尚面前 还有两名老和尚 左侧的老和尚微微靠前 显然是主事人 他看上去 如勾楼老人般沧桑 可是一双眼眸 却流露着浩瀚如天般的神圣威严 手持法杖 微微挺身 给人一种德高望重之感 刑宇第一时间就判定 这个家伙绝对是君者 虽然他的气势 没有其他君者那般令人心静 可是盯着老和尚时间久了 耳畔竟然莫名地出现 颂佛难难之音 令人心烦气躁 魂弓都在情不自禁颤抖 这种可以不由自主 影响天地影响人的手段 除了君者 没有人能做到 老图驴 你来我作甚 莫非你们大雷音寺的手 都已经伸到罗天界了 连罗天界的鸡毛蒜皮之事 也要管一管 不知道何时伸到整个苍蓝粥啊 刑宇神色冰冷地说道 刑宇施主 不用给老娜扣帽子 老和尚目光看向刑宇 但莫地说道 老娜带人此行前来 并不是掺花等之事 我只是前来找刑宇施主 索要两件我们大雷音寺的东西 归还老娜自当离开 你说我得到了你大雷音寺的东西 我就得到了 我若说没有呢 那就要搜身检查 我如果不让呢 没有如果 必须 老和尚眼眸似乎有佛光闪烁 宛如两轮大日般 弥漫着镇压天地的威压和气势 如若没有我大雷音寺的东西 我大雷音寺会赔偿一切损失 刑宇施主想要什么 我们都会赔偿 可否 刑宇冷笑一声道 你说搜身就要搜身 啊 你们大雷音寺还真是厉害啊 何时这么强势了 连颜天圣宗中地位 仅次于宗主的圣伙长老都胆敢欺辱 今日我行语还就告诉你 想要缩身 不可能 有种拟君者就过来自己亲自拿 我倒要看看 你们大雷音寺要不要这个脸 以君者之威 强行欺辱一位武欲尽尊者 老和尚眼眸闪过一抹阴狠 早就通过诸多消息知道 这个家伙 是个霸道嚣张跋扈的无赖 今朝接触方才知晓 他比想象中的更加难缠 他可以不要脸的 为大雷音寺报这个仇 更夺回大雷音寺的圣起 但是大雷音寺 却不能不要这个脸面 这里动静这么大 早就被多方察觉 目前没有人出现 只不过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罢了 他若真的直接欺辱行欲 那就丢脸丢大了 别人可以不在乎脸面 但是他们大雷音寺却不行 早就听闻行欲施主 可是出了名的言辞犀利 口若利见 今朝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老和尚缓缓说道 不过 既然行欲施主不配合 那是否说明你内心有鬼呢 也罢 无论你是颜天圣中的圣伙长老也好 还是盖世狂尊也罢 我等都要为了大雷音寺的圣物动手 不惜一切代价 保佑大雷音寺的圣物 不落入他人之手 云恒 你来吧 是 身后一道沙哑声响起 下一刻 只见一名大胡子光头光膀子和尚 从一群僧人中走出来 他赤果果的上半身 缭绕诸多佛经密文 胸口更是有一尊缭绕佛光的圣山 山周围云霞缭绕 隐隐生辉 衬托的云恒看上去高贵而神圣 在他身后 更是绘画了一道古佛图案 引游闪烁佛光的佛文流转 彰显的古佛活灵活现 仿佛真实所化 大胡子合上云恒看了一眼行语 单手合十在身 一手紧握佛棍 微微对着行语欠身道 行语施主 最后询问一遍 可否接受我大雷音寺检查 我大雷音寺 屹立这片土地千载时光 名声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不会欺压行语施主 行语嘴角一鸣 吃笑道 要动手就动手 费什么话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不觉得可笑吗 不觉得欲盖弥彰 既然如此 云恒眼眸猛然闪过一抹狠辣 身体上踏硬的佛经密纹 猛然绽放出体外 在弥漫的佛光中急速转动 胸口那尊圣山 也仿佛随着颤动 云霞荡漾 宛若扩散一般 一缕缕云波 绚烂而绝美 一脚踏前云恒猛然消失 下一刻直接出现在行语上空 一棍下砸 周身旋转的佛经密纹 加持在佛棍中 瞬间砸向行语 那就得罪了 所有人都闪开 行语猛然怒吓一声 旋即抬头 看向近乎万丈粗的佛棍 宛如通天佛柱般降落 神色有些凝重 这股气势 不仅充满了无穷的毁灭气息 还有极其恐怖的镇压之力 仿佛连天地都能被镇住 这个家伙虽然是半步君者 可是似乎 很强大 不过 强大又如何 看我一招拜你 行语眼眸闪过一抹冷裤 一脚前踏 身后黄金战身出现 碎须剑随手一挥 直接紧握在黄金战身中 随着猛然上刺 施展万剑归宗 剑身变大 剑势冲天爆发间 大圆满金之奥义 也全力释放而出 同时间 行语后退 并且双手结印 西山界内的一股股狂暴的 金之奥义力量 源源不断输送到黄金战身中 拥有西山界和南山界的行语 目前金之奥义 和火之奥义最强 也能让行语 最先掌控法则之力 而只要能够掌握一种 那么行语 就相信自己 可以全部掌握五行奥义 此时在战斗中不断运转使用 也是行语在寻找一个契机 轰的一声剧烈爆响 黄金战身和云恨的攻击 撞击在了一起 肉眼可见 黄金战身携带 撕天裂地般的剑制奥义 以席卷苍穹之势 磨灭了从天而降的无量佛力 更是将佛棍击溃 将云恒震飞 鲜血狂吐 第1362章 惊天印惊天 第五更 云恒虽然后退 可是黄金战身也是亮呛 后退了数千丈 手中碎须剑翁翁颤抖 行语的面色有些苍白 神色有些凝重 这个云恒 怎么掌控了法则 虽然极其的微弱 可是行语相信 那就是法则之力 绝对不会感应错误 扑吃 云恒猛然一脚踏空 稳定住了后退惯性 但也忍不住 又狂吐一口鲜血 紧握佛棍的手掌虎口鲜血 止不住地流淌 不过在佛经的流转下 逐渐恢复 抬头看向行语 云恒下巴处的胡子飞扬间 神色有些凝重 不愧为盖世狂尊 以法则之力 洗刷过身躯的我 都险些扛不住你的一击 黑色小方块 杠黑色小方块哦 行语顿时一惊 以法则之力 洗刷身躯 这咋可能 寻常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法则之力的冲击 分分钟就崩碎了 行语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天体虽然没有明确的等级分化 可是行语却知道 天体中也有排行榜 只不过 行语遇到拥有天体的人实在太少 身边也只有沐云长一人 杀生算是异类 因此从未关注 那天体排行榜中 佛天体是最变态的 因为拥有佛天体的人 体内都会有本命设立 据说都是转世重修的佛界大能者 他们的战斗力 简直可以媲美前二世的禁忌之体 若这个云恒拥有佛天体 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以佛天体体内的本命设立受力 足够承载法则之力的洗刷 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拥有传说中的佛天体 云恒似乎知道行语在想什么 缓缓站起身说道 贫僧曾经踏入过君者之境 只因所修之法异于常人 若能承受住 我将可以一跃成为同阶最强 险有人敌 抵得上他人数百年之修 可惜红尘之心未断 中途魔心干扰 无奈倒退为半步君者 导致终生无法踏入君者 虽然如此 我并未放弃 侥幸让我寻得了他法 找到了另一条路 因此 我现如今可以掌控微弱的法则之力 控制我这法则洗刷的身躯 也一样可以朝着君者一步步前行 行语顿时一惊 而后对于云恒由衷的赞叹 虽然此时二人为敌 可依旧不得不佩服 云恒的武道之心是何等的坚定 若是他人满怀期待 兴奋的进军君者 可却中途出了故障 以后无法踏入君者 很多人都可能绝望 甚至气死都有可能 毕竟努力了一辈子 追求了一辈子的目标 在寝客间消散 那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不亚于天塌地陷 而这个家伙竟然还能扛住 更能够寻找其他方法 不难想象 这其中的困难 核心里煎熬 是何等的恐怖 因此 行语看向云恒的神色 也是变了又变 一个有着如此强烈的武道之心的人 那潜力根本不可小亏 你让我有了战斗的兴趣 行语深吸一口气 一步踏前 落在了黄金战身之上 看向云恒说道 希望你使出全力 我亲自送你 去西天极乐世界 行语施主何苦呢 云恒合手在身 缓缓地说道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我大雷音寺 绝对不会欺辱行语施主 只要检查一下就可以 可否 我想找你们借圣器用用 借吗 到你们大雷音寺的藏经阁 看看佛经 你们让吗 行语神色淡漠地说道 搜查我 完全是 置我颜天圣宗的 颜面于不顾 完全不可能 所以 手下见真章吧 话音落 行语脚下猛然一跺 黄金战身瞬间消失 踢着碎须剑 带着行语 出现在云恒上空 一剑下刺 恐怖的金色剑主 暴射向云恒 既然如此 那我就好好来领教一下 云恒怒喝一声 双手在胸前 截出一道玄妙印法 下一刻佛光冲天 身后空间流转 只见一道缭绕佛光的圣山浮现 山后一尊古佛随之出现 而云恒身后 以及胸口的圣山古佛 绽放出极致的光滑 一棍抽象金色剑主 竟然带着威额山岳的恐怖威势 阵阵诵经念佛的声音 如黄黄中音出现天际 一道道万光出现 凝聚成佛玄光柱射向行语 给我灭 行语怒喝一声 战身的另一只手 猛然紧握坟天霸黄刀 刀光绽放 一刀下批 仿佛开天辟地 轰轰轰 云恒的攻击 直接被行语崩碎 旋即行语成圣追击 每一刀每一剑都杀起惊天 隐约看到空间寸寸欲裂 气象磅礴 宛如一代战神降临 看着这样状态下的行语 在场众人无人不震惊 这真的是尊者 而不是君者吗 简直太恐怖了 在战身的增幅下 行语仿佛可以开天辟地 遮天蔽日 云恒的战斗很诡异 佛棍在手 佛光绽放周身 身后圣山和古佛加持特殊的力量 让云恒无论是速度 力量防御都强大到了极致 且每一招每一式 都带有微弱的法则之力 虽然很微弱 可是却强大到了极点 极大的拉近了和行语之间的差距 然而行语可是盖世狂尊 同皆无敌的霸主 掌控了五行奥义大圆满的他 此时战身在手 刀剑在手 无人能敌 哼 云恒在坚持了一百回合后 身后的圣山古佛 瞬间溃散 黄兔一口鲜血后 倒飞了出去 直接在大地上留下一个巨坑 行语傲力在战身之上 俯瞰尘埃滚滚之下的云痕 但莫地说道 我与你并无心仇旧恨 我也敬佩你的五道一支之强悍 今朝放你一马 同时 话音落 看向那老和尚君者 冷笑一声 同时告诉某个老秃驴 你们不是东西 不要脸 但老子要 我可是圣伙长老 代表了阎天圣宗 从不欺负老幼妇女 做人要有底线 是吧 老兔驴 圣伙长老威武 圣伙长老威武 远处陈兵圣宗 和阎天圣宗的诸多大尊主 看到这一幕 仰天扯着脖子怒吼 十分亢奋 行语不仅正面 站上了他们嚣张打脸 更是不杀人 彰显阎天圣宗 随后阎语嘲讽 犀利如箭 简直不要太帅 那老和尚面色有些难看 没想到云恒这个君者以下 极限最强者 都不是对手 莫非真的要动手君者吗 经过行语这一决定后 他们大雷音寺 依旧动用君者 那大雷音寺的脸面 可就丢尽了 行语笑盈盈的双臂 环抱胸前 傲力战身之巅 俯瞰老和尚 笑道 老秃驴 可还有什么人 我一一接下 如果没有还请走开 俗话说 好狗不挡路 你们出家人 不能不去学人去学狗啊 第1363章 还有什么想法 老和尚眼底闪过一抹狠辣 看向行语的神色越发的阴沉 同时间周身逐渐弥漫 一层淡淡的浮光 就算拼了这个 老脸不要 今日也要杀掉行语 如行语先前所料 他们所要圣气 只是一个幌子 杀掉行语 才是目的 哪怕是行语让搜查搜不到 也有足够的理由弄死他 只要人死了 一切都好办 然而现在既然委婉地行进不了 陷入了僵局 那就直接强行动手 行语眼眸一领 没想到这老东西 竟然真的决定 不要这个脸 也要动手 行语说这番话 原因就是赌他们会在乎这张脸皮 只会一口咬定盛气的事情 而不是说其他事情 毕竟培养的顶尖天才被杀掉 这是多么丢脸的事情 起初老和尚没动手派云痕 行语以为自己赌对了 不曾想 现在老和尚想要动手 行语意识到 他们一定是 接到了死命令 抛弃一切 也要杀掉自己啊 如果这个老家伙 真的动手就麻烦了 行语哪怕再强 也要挂了 毕竟行语不是军者的对手啊 小子 既然老那给你脸 你不兜着 那就撕破脸吧 老和尚语气阴沉地给行语传音 下一刻 直接一掌拍向了行语 一道虚幻的淡金色手掌 凭空出现 而后洞穿虚空射向行语 诡异的是 这手掌没有带起一丝丝的气息和波动 如果不是行语眼尖 和敏锐的精神力 根本就察觉不到 当即行语散去战身 就准备后退 行语可不会装逼去尝试军者的一招 哪怕是随手一招 那也将不是现如今的行语能够承受的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行语面前出现一个人 直接挡住了那急速飞来的一掌 扑哧 鲜血狂喷 胸口破碎 他整个人疯狂倒退 看着他 行语呆住了 那老和尚也傻眼了 只因为 帮助行语挡住这一掌的 竟然是刚刚和行语战斗的云恒 行语感觉十分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云恒会来帮助自己扛这一掌 自己似乎和他从未有过瓜葛 不过行语却很快回过神 急速冲了过来 在云恒即将掉落在地的时候 抱住了云恒 看着奄奄一息的云恒 行语神色复杂地说道 你为何救我 我很不理解 云恒脸庞苍白如霜 但神色并不痛苦 看向行语 眼眸中闪烁着深邃光泽 沙哑地说道 我本以为真的是前来找你 索要我大雷音寺盛起 并非伤及你生命 不曾想 骨痕出而反而地骗我伤你 实在丢我佛门脸面 不愧为僧 我云恒一生追求佛法 追求无上极尽之道 平生并未做过任何愧对自己 愧对佛祖之事 今日之事 我也是被骗 实在抱歉 刚刚我说过了 扑斥 以 以性命担保 绝不会伤你性命 我食言了 今 替你去死 也算没有妄言 行语一正 不曾想这个大胡子云恒 竟然 竟然还如此这般正直 行语原本以为 大雷音寺的和尚 都是一群唯利是图的虚假和尚 在暴乱之地 虽发现许多和尚为人还算很和善 可是修为都很弱 在佛门中的地位不高 而以云恒的资质和能力以及地位 原本以为会和古恒老和尚一样 为了所谓的明合力抛弃一切 没想到他如此的正直 平生不愧对自己 不愧对佛祖 此 方才称得尚为僧 深吸一口气 行语说道 你还有大好前程 未来你 也将达到你所期待的五道目标 超越一切同阶之辈 为了一句话 一件事 替我去死 无法完成你一生目标 值得吗 行语话音落 双手忍不住紧握 颤抖 行语自问都不值得 为何 为何云恒却毫不犹豫的这般所作 云恒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没有任何痛苦悲伤 嘴角反而上扬 情着一抹笑容 沙哑地说道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佛言修心 法在人心 因果在心 为魔为佛 也在于心 我心光明 死而无憾 至于五道目标 也只是我的执念 当年也因此 而无法度心魔之劫 遭了大难 可我后半生都未曾醒悟 今朝一死 反倒明了 世间之事 还真是难以捉摸 看向行语 云恒沙哑着声音 最后 云恒恳求行语施主 一件事可否 讲 以五欲尽 本不可修战身 行语施主做到了 更修的诸多傲义战身 未来的行语 必将成为举世无双之辈 这一点没有人不相信 我知行语施主 很有可能 以我大雷音寺为敌 你我大雷音寺 云恒气息越来越弱 但声音却沙哑不停 一双深邃的眸子 泛着光泽看向行语 缓缓说道 我无法阻止行语施主 做任何事 我也没有那个资格 也不会做 大雷音寺传承千年之久 为天下佛修之辈 做过很多善事 可也做过很多恶事 独留很多 善恶皆有报 大雷音寺 是该为曾经所做的一些事情 偿还因果了 我只恳求行语施主 勿要错杀 乱杀我佛门那些 还仅存正义之心 慈悲之心 无愧于僧人出嫁人的佛门子弟 谢谢 愿 来生相见 我要和你 再论高低 说完 云恒似乎轻松一口气 缓缓闭上眼眸 用紧剩下的力气 缓缓抬起双手 何时再深 就这样在行语怀中 圆寂 行语看着云恒 心情很沉重 很悲凉 说不出的难受 好 好 好 行语深吸一口气 看向云恒 正色地说道 我等着云恒前辈来生 再论高低 无论胜败 定邀请 你品茶 坐而论道 完成你的执念和追求 云恒 看向云恒这般圆寂 骨痕神色有些落寞 悲凉 双手何时再深 缓缓闭上了眼眸 云恒 一路走好 你特么给老子闭嘴 行语听闻骨痕此话 顿时体内压抑的情绪 全部爆发了出来 对着骨痕嘶吼一声 让黑蛋缓缓将云恒 送到魔观空间 随后深吸一口气 神情愤怒地看向骨痕 死兔驴 你特么还有脸 在这里送云恒走 你特么配吗 你有资格吗 行语实在是怒不可遏 骨痕这等佛门砸碎都活着 为何云恒这般真正心怀 慈悲佛家之念的人要死 善恶皆有报 那为何好人要受苦受死 而不是恶人先亡 第1364章 潇洒离开 我不配 那你配 你有资格 你是什么东西 骨痕眼眸冰冷地看向行语 神色愤怒地说道 如果不是你杀我佛寺之人 抢我佛寺圣器 云恒就不会来 如果不是你 云恒也不会死 你现在来埋怨我 你好意思吗 行语顿时笑了 放声大笑 行语想到了 这个骨痕不要脸 没想到如此的不要脸 这人不要脸 还真是天下无敌啊 行语怒急反笑 争宁一笑 若不是你们认定 我兄弟抢你们大雷音寺的镇寺之宝 非要杀我兄弟 我为何要杀你们死秃驴 如果不是你们大雷音寺 不像是僧人 不像是个和尚 唯利是图 瑕疵必报 更打着正义凛然的幌子 我为何要杀你们 传承千年的大雷音寺之名 都被你们丢光了 现在到来埋怨老子不是 是我特么让云恒来的 是我特么非要和云恒战斗的 全是你的私心导致 我配不配 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到 你这死兔驴的两个窟窿眼 果然是瞎的 什么都特么看不到 什么也听不到 你这样的死兔驴狗东西 不配微色 行语话音落 深吸一口气 双手紧握 一股临天的锋芒之势 冲天起 身后黑炎战身猛然绽放 数千丈的身躯 傲立在苍穹 仰天嘶吼 那股灰红磅礴的气势 仿佛要将天地崩碎 行语发丝飞扬 衣袍烈烈 神情争宁 而愤怒地看向古横道 哎 狗东西 刚刚靠着君者之威 要杀我没有杀死 现在老子 给你机会 我要来看看 你这君者 到底是有多强 能否杀掉我 古横面色一阵阴沉不定 看向行语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 他如果真的能够 名正言顺地亲自动手 就不会和行语 在这里废半天话了 他能吗 现在大雷音寺的脸 已经丢尽了 如果他还动手 那大雷音寺就要臭名远扬 他就成为千古罪人了 就在此时 一道冷笑声猛然传出 让行语面色狂变 古横大佛德高望重 怎么会亲手处决 你这等狂傲小辈 话音落 十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左侧 他们统一身着黑紫色长袍 脸庞上戴着面具 看上去神秘而诡异 为首的一人 身高魁梧 高大伟岸 给人一种 面对无量聚悦一般的感觉 一双紫黑色眸子 看向行语冷笑连连 古横大佛 不知可否交于我来处置他呢 当我杀掉他后 一定将他的空间戒指交于你 让你亲自检查 是否有大雷音寺盛起 古横看了一眼 他们十人严孔紧缩 只因为这十个人 竟然都是军者 不仅他 正在战斗的雷炎剑军 桃花雪军等人 也是面色狂变 完全没想到 这个时候还会有一变出现 而看他们的装饰 定然是邪名教 该死的邪名教 还真是够狠啊 直接动用十位军者 前来抓行语 妈的 雷炎剑军十分愤怒 可是又无能为力 谁也不曾想到 他们不出则已 出则震惊全场 邪名教向来都十分诡异 且底蕴雄厚 更掌握禁忌武通魂兵协同 此时出动的十位军者 战斗力不用猜 也能知道是有多强 行语冷言扫视识人 阴冷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们邪名教 这群阴魂不散的人会出现 果不其然 不得不说 还真是大手笔呢 十位军者 倒真是看得起我行语 你可是盖世狂尊啊 一个逆天的小家伙 对付你 自然是要有绝对把握才行 否则栽了跟头可不好 为首那军者冷笑一声 旋即挥挥手 下一刻 身后一名军者直接消失 冲向了行语 先来感受一下军者的力量好了 下手轻便 别给弄死了 好的 冲向行语的那名军者 阴冷的声音传出 紫黑色眸子 流转着狠辣与无情的神色 周身凭空出现一道道 缭绕紫色光韵的黑色触角 如万千剑语般 暴射向来行语 空间在这一刻支离破碎 行语更感觉天塌地线一般 整个人如一夜偏周 面对无量沧海 该死 行语深吸一口气 勃然大怒 刀剑直接收起 猛然双手 在胸口结印 印法结束的同时 行语周身环绕一层层融合的阴阳奥义 远远看去 行语的身影虚幻而飘渺 仿佛在这一刻 化为了虚无 小把戏罢了 还妄图躲开我的攻阶 可笑 军者抱以冷笑 看向结印拼死反抗的行语 犹如再看不甘愤怒的蝼蚁 然而 蝼蚁就是蝼蚁 无论怎么拼搏 都无法改变命运 然而就在此时 那军者猛然色变 只因为行语身后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那身影看不清楚 只能感受到赤金色璀璨光滑 宛如来自云霄苍穹的仙人 看向那双眸子 会不由自主地灵魂站立 因为那双眼眸中 透着无穷的高贵与威能 宛如代表了无垠上苍 军者直接散去了攻击行语的攻击 疯狂地想要后退 然而就在此时 一心沉入印法 并不知道 身后出现身影的行语 猛然睁开了双眸 刹那间 似乎一股镇压天地微能席卷开来 苍穹之上 方圆千里阴云密布 无尽雷霆轰鸣 更似乎又神秘火焰缭绕在苍穹之上 这方天地都随之暗淡了下来 简直遮天蔽日 这让在场的所有军者 和行语身后的那道身影 同时震惊 面色俱变 今天 一 行语双目金芒如刀剑毕露 内心嘶吼一声 头顶上空吞天明魂 和黑炎战身同时出现 旋即二者又同时融合为一 化为流光进入行语体内 转而形成无穷的力量凝聚手印 随着行语前推 猛然轰向来军者 哼 刹那间 宛如天地间 凭空出现一轮黑色大日 惶惶天微如浩瀚沧海磅礴荡漾 空间无形破碎 万千雷霆这一刻 无差别地朝着四面八方披露而下 宛如世界末日 邪名叫的军者一脸惊恐 一双眼眸中没有了无情 只有震惊 不过他反应很快 争鸣一怒 猛然双手核实 在身 一印拍出 双目同时一凝 紫黑色的光束 如雷电射出 顿时印法滚滚流动 无尽雾矮流转 撞击向了行语的攻击 第1365章 一落事件 两者的瞬间对碰 起初并没有声响 只见那空间 犹如纸糊的一般 支离破碎 只看到无音的空间裂缝 随着力量的波动 荡漾在不断扩大 转眼间 方圆千里都被笼罩 当空间裂缝停滞了扩大 轰轰轰的暴响声如 来自太古蛮荒时期 洞穿了时空 从漆黑裂缝中传出 那股黄黄天威弥漫 令人情不自禁的心生畏惧 恨不得直接跪下臣服 正在战斗的雷炎剑军 和桃花雪军 同时和对手分开 冲到了陈兵圣宗 和延天圣宗来的 诸多大尊主面前 直接带着他们 远离这方圆千里 在这股狂暴的 空间裂缝毁灭下 除了军者之外 任何人事物 都要化为灰烬 扑痴 邪名叫的军者 猛然狂吐一口鲜血 疯狂后退 沿途空间裂缝中 传出的余波 让其身躯不断颤抖 而行语也是 同样如此 狂吐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如霜 看向四周围空间裂缝中 流动而出的恐怖力量余波 嘴角扬起一抹苦笑 然而就在此时 周身被笼罩一层金色火焰光滑 让行语为之一愣 在这光滑的笼罩下 行语虽然在不断倒退 可空间裂缝的余波 并没有伤害到行语 终于退出空间裂缝所笼罩的范围 行语在金色火焰光滑的笼罩下 落在了千里外的一尊山岳之上 光滑消散 行语全身无力地软在了地上 不断喘息着 不过行语并没有失去意识 只是和军者对抗 那恐怖的反阵之力 简直让行语 差点身躯暴碎 剧烈的疼痛感 让行语动一动 就有一种万千刀剑刺扎 身躯一板 双眸环顾四周 行语看到了一道金色身影 顿时一愣 因为此人 赫然是金雀 你咋会来 行语有些好奇 金雀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 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候出现 金雀则不理会行语 一脸震惊地说道 你 你是人是神 行语一脸黑线 是我被反正之力震傻了 还是你被震傻了 老子这么一个大帅哥 看不到 你 你刚刚那是什么武剑 武通 金雀丝毫没有理会行语的打趣 一脸震惊地说道 那力量 简直太恐怖了 那弥漫出的恐怖威能 让他这武通境 都走到极尽的存在 都没有来的一阵心境 金雀难以想象 一个半步军者 究竟是怎么爆发出 如此恐怖战斗力的 刚刚他就在行语身后 那一刻 他的出现 让邪明教的军者慌了神 可是他也临时反击了 堂堂军者的反击 虽然只是随手一击 可也足够抹杀行语 然而行语不仅没有死 那个邪明教的军者 却受了伤 这让金雀最为震撼 他那一刻 原本是要帮助行语的 可是行语的攻击速度太快 而且力量未能太恐怖 让其慢了一拍 本来心生悔意 然而没想到 没想到 行语不仅没事 反而还将军者打伤 因此 他此时不断地询问行语 刚刚那一招是什么 怎么会如此的强大 如此的变态 行语一脸黑线 苦笑道 你手里有没有什么 灵丹妙药拿来几斤 我恢复一下 我现在实在没力气说话 金雀缓缓回过神 焦横道 你疯了 灵丹妙药几斤 你怎么不死去 虽然这样说 可还是随手一挥 两颗丹药落在了行语手中 行语感受一下眼眸一眯 这其中竟然蕴含了法则之力 不过却并没有法则之力 严格来说 应该是以法则之力炼制的丹药 属于军者的丹药 普通半部军者 除了云恒那种特殊存在 自然是不能服用 不过行语的体魄和军者对抗都没事 自然无碍 而精确也是这般所想 这才随手拿出了两颗 行语吞服后 顿时感受到一股股狂暴的生机 随着丹药融化 进入全身四肢百骸 那一瞬间 体魄上的伤都在随之被恢复 除此之外 不死血脉中的不死灵纹 也在疯狂吞噬药力 而后孕不死血 恢复行语的伤 两者同时进行 让行语的身躯有些麻痒 可是伤势却转瞬间恢复如初 那种感觉 让行语忍不住陶醉 一跃而起 行语还会说话 精确惊呼道 你你你 恢复了 带有法则之力的丹药威力 果然不同凡响 爽死我了 谢谢了 行语咧嘴一笑 精确 就算是带有法则之力的丹药 可 可这炼化速度 恢复速度 也太恐怖了吧 为了确定 行语真的恢复了精确 当即探出手掌 落在行语的胸口 感受一下 轻松一口气 旋即苦笑一声道 你 真是个变态 哎 你咋骂人呢 精确 就在此时 一道惊呼声 传遍天地间 你 你竟然没事 不 不可能 行语转头看去 只见千里外 刚刚与行语 对轰一招的君者惊呼出声 脸庞上的面具断裂一般 可以隐约看到 他是多么的震惊 行语嘴角微扬一抹冷笑 覆手而立 道 斗东西 你还是君者啊 丢脸不 连我这个刚刚踏入半步君者的 十九岁小青年 都杀不死 我如果是你啊 就找根绳子掉死算了 你 那君者愤怒地 差点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抬头看向面前的天地 刚刚战斗引起的 方圆千里裂缝已经消失 空间恢复了平静 可是苍茫大地上 方圆千里那原本的兽压山脉 此时却成为了 深不见底的深渊 一切事物 烟消云散 因为二人战斗的余波 千里之内的兽压山脉 彻底成为了过去 如果说君者对战 造成这样的毁灭 属于小儿科 可是他这个君者对战的对手 却是一位 仅仅只有十九岁的半步君者 如果是以往 有人告诉他 半步君者和君者对抗 不仅没有没死 反而将君者伤到 他一定一巴掌拍死 说这话的人 然而现在 他却不得不相信 而做到这一切的 是刑宇 尤其是刚刚刑宇爆发的 那一招五计 简直太可怕了 如果刑宇达到了君者 那仅凭借着一招 就足可以秒杀任何对手 那恐怖的威能 简直终生难忘 不仅是他 在场本来战斗的君者 纷纷停了下来 一个个目光都聚焦在了 奥利山岳 副手而立的刑宇身上 各个神情近乎统一的 震惊 第1366章 颜天圣城 刑宇额手 环顾苍穹上傲力的诸多君者 嘴角微扬 邪魅一笑 道 各位怎么不打了 继续吧 很不幸地告诉你们 今日我刑宇不仅不会死 还会消散地离开 而不巧的是 我刑宇是一个记仇的人 更是一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人若犯我 我杀起满门 诛起九族的人 今日我刑宇告诫邪名 叫荒陵圣宗 雷冤圣宗的你们 等我踏入君者之时 就是讨伐你们之日 我倒要看看 谁人能拦得住我 你们大可以劳戒 看看我是否做得到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逃亡 没准能逃掉 也说不定 刑宇的每一个字 都掷地有声 每一个字 都如擎天惊雷 响彻在场 每一位君者耳畔 副手一立山巅 一袍长发吹拂 双目金芒如神 这一刻的刑宇 是冲九霄 这一刻 再也没有人瞧不起刑宇 更没人胆敢蔑视刑宇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 以刑宇的天资 和逆天战力 若达到君者 那必将无可匹敌 而且他们更知道 刑宇所说的话 很有可能实现 因为他身具轩辕圣圣剑 一旦将圣剑交给圣族 必将可以得到圣族庇佑 在圣族的庇佑下 谁人能拦得住 这么一个 掌控逆天战力的狂徒 刑宇冷笑一声 将他们的神色变换 尽收眼底 刑宇相信 他们会很怕 不过还真不怕他们 因此而逃离开来 毕竟连他丢不起这个人 他们这些自愈圣宗的人 更丢不起 因此 刑宇才会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日后要做的事情 说出来 震慑他们 看向雷炎剑军 和桃花雪军几人 刑宇点了点头 而后 他们就来到了刑宇一旁 雷炎剑军虽然不知道 金雀是谁 可却在当日 刑宇从南山界出来实践过 因此很聪明地恭敬 叫了一声前辈 就在一旁不再说话 刑宇看向金雀 说道 我们走吧 金雀点了点头 当即带着刑宇一行人前行 站住 那青鹏剑军 骨蛇战军千换魔军 同时低贺一声 刑宇一正 痴笑一声看了一眼三人 道 不知道三位有什么要说的 谁说让你们走的 Ticken C0 青鹏剑军冷哼一声 眼底闪过一抹狠辣 道 杀我荒林卫这么多人 你有什么资格走 你确实强大的过分 以武欲镜修为 就可以凝聚战身 简直是天武大陆上的奇迹 如果真的达到军者 我们在座的 还真有可能都不是你对手 但你今日死在这里 你觉得你 还能进入军者 狠话说的太早了吧 身边多了一位军者罢了 你就可以离开 你好大的敌气 千换魔军瞥了一眼 金雀吃笑一声 刑宇一方 只是多了一位金雀军者 而他们加上雷渊圣宗邪名叫 大雷音寺 足足十六七位军者 还能就这样 让他们离开不成 骨蛇战军等人 也是和千换魔军一样抱以冷笑 军者之战 差之一离错之千里 现在他们这么多军者 岂会打不过行鱼等人 那雷音刀军倒是一个聪明人 看向金雀眉头紧皱 隐隐有些不安 狐疑地看了一眼 始终没有在说话的邪名叫十位军者 顿时严孔紧缩 因为他明显看到他们十个人在后退 一旁的轻鹏剑军 狐疑地看了一眼雷音刀军 刚要说话 面色猛然俱变 旋即和雷音刀军双手紧握 调动其体内的力量 时刻准备着 后退 这太诡异了 他们明明这么多人 那邪名叫的十位军者 怎么会害怕 事出反常必有妖 谨慎为上 千换魔军并没有看向这两人 不仅有本能的恶心 这对有着断绣之痞的家伙 更是因为雷渊魔卫全部被行鱼杀掉 他十分气愤 今日必须要以行鱼的血 祭奠 猙獰地看了一眼行鱼 千换魔军露出一嘴大黄牙 咧嘴一笑 道 小子 本魔军告诉你 我也是记仇之人 得罪我 杀我的人 必须要抹杀 今日 你们谁也跑不了 而你 必须死 让行鱼死 金雀瞥了一眼千换魔军 淡默地说道 谁给你的权利 你是什么东西 报上名来 千换魔军冷哼一声 一脸不屑 行鱼看向千换魔军 忽然心生怜悯 看向金雀说道 一招抹杀了吧 这样的人 活着也是 浪费资源 一招抹杀本魔军 哼 可笑 五 千换魔军还未说完 金雀猛然消失 下一刻直接出现在千换魔军的面前 一只金之法则力量凝聚的手掌 猛然紧握千换魔军 只露出一颗头颅 金雀一双绝美的眸子 但金色光芒 充斥着高贵与冷艳 瞥了一眼千换魔军 顿时让其灵魂站立 有着一种面对死亡深渊般的感觉 千换魔军疯狂地想要震散这金色手掌 然而 这看似剔透欲低 一碰就碎的手掌 却坚硬无比 无论他用任何方法 都无法让自身挪动半分 更诡异的是 体内的力量莫名地无法催动 天地间的法则之力 更是无法引导 仿佛随着手掌紧握 他被世界剥离了 千换魔军看向金雀绝望了 深深的绝望无助之感 弥漫心头 金雀的攻击并没有声势浩大 反而寂静无声 无能为力 更让全场所有人都病住了呼吸 惊骇地看向金雀 一招 仅仅一招就将千换魔军控制住 纹丝不能动 这 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 这是二重君者吗 还是君主吗 我可笑 还是你可笑 金雀副手毅力 瞥了一眼千换魔军 声音冷漠无情 如惶惶天威具象化发生 千换魔军张张嘴 想要说话求饶 面对这样的存在抵抗 就是死路一条啊 别看他们这么多人 可是一起上都绝对不是金雀的对手 然后千换魔军惊恐地发现 他根本不能说话 既然你不说 那就去死吧 金雀话音落 面前的金色手掌猛然紧握 金光如大日般璀璨释放 下一刻一道剧烈爆响声传出 随后金光消散 金色手掌消失 而千换魔军彻底消失不见 全场猛然寂静 金雀环顾四周 最终目光落在古蛇战军 轻鹏剑军雷鹰刀军几人身上 但默地说道 你们 还有什么想法 第1367章 炎天圣阁第五更 古蛇战军三人面色俱变 情不自禁地后退 内心则大怒 想法 就算有谁他妈敢说啊 这金雀随手间抹杀掉一位军者 那么随手抹杀掉他们几个 不用猜 也一定非常容易 面对金雀 谁胆敢装逼 那不是找死吗 看到他们不说话 金雀冷冷地扫视了一眼 十位邪名叫的军者 说道 你们呢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为首的军者恭敬地微微欠身 道 恭送前辈 你呢 金雀看向了古蛤 而其连忙摇头 低头念起阿弥陀佛 看着这一幕 行语感叹得扎扎嘴 就是强者 这就是实力的象征啊 要赶紧突破军者了 行语眼底闪过一抹炽热 五到九重 即将全部走完 那时就可以登天称地了 行语一直以来的目标 也将可以达成 走吧 金雀收回目光 看了一眼行语 行语点了点头 当即带着身后的雷炎剑军等人 跟着金雀朝着远处潇洒离去 在场众军者 还未来得及轻松一口气 只听行语冷漠的声音 缓缓传出 各位切莫忘记我刚当的话 洗干净脖子等我 我会挨个曲儿等手机 众军猛然眼孔紧缩 齐齐看向了行语离开的方向 眼眸中的神色不断变换 所有人都意识到 行语这一去 就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行语不仅自身站立那天 还得到盛气 日后被圣族庇佑 身旁还有这么一位神秘的君主作伴 谁能杀得了他 而若不能杀掉行语 给行语成长的时间 等他成为君者 就真正的无人能及 无人能抗衡 古蛇战军亲朋建军雷鹰刀军对视一眼 当即面色凝重地离开 这个事情必须立刻报告宗主 由宗主亲自定夺 他们可没有这个资格来决定 古蛹感叹一声 同时带着大雷鹰似的人离开 怎么办 那和行语对战过的君者 面色凝重地 看向面前的君者询问道 能怎么办 速速通知首领 必须想办法 行语可以先不死 但轩辕圣剩剑必须要得到 是 跟着精确不断前行的行语 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不过却始终在关注他们的动静 随着他们逐渐离去 行语轻松一口气 你还真不怕死 精确瞥了一眼行语说道 你可知道 如果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和君者拼命 虽然可以伤到他 但那空间余波 就足够将你抹杀成灰烬 行语耸了耸肩 无奈地说道 我也没有办法 要么死 要么拼死一战 身为七尺男儿 可以站着死 绝不跪着生 管他苟日的弑君者还是武皇 想弄死老子 打不过 他也要崩掉他几颗牙 让他记住老子一辈子 精确不禁玩耳失笑 你这家伙的思维 果然和他人不同 够怪够奇葩 行语笑了笑 现在想想 还真是有些后怕 那个时候 面对君者的攻击 唯一能做的 就是拼死一搏 否则就是死亡 而动用六道天地术 已经来不及 行语能做的 就是立刻动用金天印 这唯一也是 行语掌控的最强杀招 所幸金天印并没有让行语失望 更出乎了行语预料的强大 而这都归功于五行奥义的大圆满 以及不死灵魂的开启 行语有些期待 若自己能凝聚两道金天印 三道 甚至九道金天印的时候 会有多强 你那个武技究竟是什么 不愿意说说吗 金却好奇地看向行语问道 行语笑眯眯地说道 我告诉你 你也息修不了 直接告诉我 不想分享不就得了呗 费这么多话 金却娇哼一声 转头不去看行语 看着犹如林家小女孩 脾气的金却 行语一脑袋黑线 这真的是刚刚意念一动 法则划手 直接抹杀君者的存在 前后反差 让行语都有些承受不来 不过很快行语回过神 询问了金却为何来 而金却则告诉行语 他的到来并非巧合 而是有意而为之 这倒是让行语有些好奇了 一番询问后才知道 原来金却始终就在四周围观察 对于行语的表现 也是始终都看在眼里 否则也不会出现得这么及时 至于他不出现的缘故 是因为荒陵圣宗的大长老 雷渊圣宗的大长老 罗天公的琉璃天君 率领各自强大力量 齐齐出动 金却在镇压他们 因此 方才始终都没有出现 这让行语有震惊 金却的实力 莫非真的是极限大君主 甚至 圣君 竟然可以镇压这么多大长老 金却并没有在乎行语的震惊 想了想 平静地说道 你得到圣剑的消息 很多人都已经知晓 不 或者说整个罗天界 玄天界 西天界的诸多大势力 都已经知晓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杀掉你行语 夺得圣剑 行语眉头微皱 对于他们这么想杀自己 也是能够理解 毕竟得到圣剑 就可以得到东方家族的庇佑 如果有圣族庇佑 那就可以地位再次提高 不过一想起罗天公和邪命教 行语又有些不理解 罗天公在罗天界的地位 已经是无人能及 身后也有圣族庇佑 得到轩缘圣剑 还有什么用 还有邪明教 已经是苍兰洲十大最强势力了 地位仅次于圣族 图个什么 行语不相信 仅仅因为自己和断明 照陈邪明迁落的仇恨 就值得他们毫不犹豫地 动用十位军者来杀自己 莫非是圣族 想要借助他们的手 得到这柄轩缘圣剑子剑 然后借此感应母剑 找到九幽 进入九幽育脏 行语将自己的想法和精确说了说 精确眼眸深邃地看了一眼行语 默默点了点头 果然是这样 行语一惊 而后说道 焚仙廷告诉我 九幽是苍兰洲五位传奇人物之一 且分身众多 更是各自都有非凡的成就 最后虽然抢夺了轩缘圣剑 可饶是如此 应该不会让圣族如此在意吧 我在武林州就听说 当年得知九幽在武林州后 无数军者降临搜索九幽育脏 那九幽育脏内究竟有什么 让圣族都如此地在意 莫非只是为了轩缘圣剑的母剑 还是说有其他东西 亦或是说 这轩缘圣剑 还有其他特殊用处 第1368章 震惊三剑 回想一下 行语肯定 九幽除了盗走轩缘圣剑 必然还盗走了其他东西 亦或是轩缘圣剑 还有什么非凡妙用 不然 九幽哪怕是 成为了苍兰洲公认的第一人 也不会让圣族如此地担忧在意 动用这么多强大实力 来寻找轩缘圣剑 因为行语还知道苍兰剑 那可是上古中古近古 二十七圣族存在之地 那里的强者 绝对堪称恐怖 行语想来 连苍兰洲都没有武皇 那苍兰剑 必然拥有武皇级别的存在 九幽哪怕是再传奇 也不可能是武皇 这点行语可以肯定 而只要不是武皇 就威胁不到圣族 为何让他们这般在意 金雀眼眸深邃的遥望远方 缓缓地说道 具体是为什么我几千年没有出来 也并不太清楚 不过我知道 九幽玉藏内 必然是有着可以引发 天舞大陆混乱的东西 或许 与遗落世界有关 遗落世界吗 行语眼眸闪过一某深邃 行语第一次听到遗落世界的时候 还是在建明帝国灵玄宗 乾坤塔中听天下第一所说才知道 第二次 是在鬼舞幻界听自己的徒儿 鬼舞天君所说 那里 是行语前世都未曾踏足过的地方 并非是行语遗忘 不愿意去 而是因为自身修为过墙去不了 遗落世界 可谓是天舞大陆内 除了神秘的苍蓝界外 第二个玄妙世界 在那里 君者甚至武皇都有可能陨落 在那里 有着天舞大陆数之不尽的奇迹和传承 听天下第一和鬼舞天君说 以及行语前世的了解 天舞大陆在未曾九州分开 还是完整一块地狱的时候 在无尽之海的尽头 还有一座庞大无边的大陆和世界 那里的舞蹈繁衍程度比之天舞大陆更加强盛 甚至有诸多达到极限武皇的存在 半步地境更是不算少数 据说每隔千年都会有人突破地境登天而去 那里 才被誉为世界的中心 然而有一日 天地间诞生了一位绝世奇才 其在达到地境后 以逆天之力强行留在了这片原本无法遗留的世界 达到地境后 掌控的力量挥手间就可以将这个天舞世界崩碎 因此天地规则会强行地将达到地境的地者送入天界 很少有人能够违背 而他做到了 放射性物质标志TT-放射性物质标志C-Omicron 这位逆天形的奇才留下来的第一件事 并非是发扬自己的家族宗门留下传承 而是直接将那片大陆所有人都给毁灭 更强行封印起来 也就形成了现如今的遗落世界 有人说 那位地者是天舞大陆的人 为了让天舞大陆真正成为天舞世界的中心 但更有人说 那位地者也许在谋划什么 众多方法众说纷纭 却无一人能说出准确消息 遗落世界也就此成为了谜团 不过遗落世界的出现 虽然是成为了谜团 可却成为了天舞大陆 踏入武通境之后的君者最喜欢去的地方 因为在那里 机缘足够 也许可以得到不断突破的法门 甚至踏入武皇 鬼舞天军胸口的戒缘石 就是在遗落世界所得到 至于天下第一 能天赋力压天下第二的根本原因 也是因为他曾经有幸得到 身在苍蓝洲的天下家族长辈 给予一个名额进入遗落世界 在遗落世界内得到了些许的机缘 根据鬼舞天军所说 遗落世界似乎分为三层 尊者世界 君者世界 武皇世界 鬼舞天军进入的就是君者世界 在那里偶遇的也竟都是君者 鬼舞天军能够名扬九州诸多周遇 也全因在遗落世界表现突出 力展诸多君者而扬名 怎么 似乎你对遗落世界还很了解 精确看向行语 笑道 行语点了点头 行语对于那里始终很好奇 也始终想去看看 因此 行语当即询问 精确如何才能去遗落世界 行语想去那里的原因 行语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更是为了寻求突破君者的方法 锻造天地战身 如果是别人掌控行语这等奥义水平 早已经可以沟通天地之道 进行突破 可是行语却没有丝毫的感觉 这让行语明白 哪怕是自己将融合奥义 都全部修成大圆满 也很有可能无法突破 天地有道 道横而运天地 世间万物虽没有诸多限制 但却有一个平衡度 如妖兽世界中的食物链条 无论征战杀伐多么混乱 食物链条都不会紊乱 最强的种族依旧会有 最弱的种族依旧无法磨灭 保持一种特殊的平衡 行语现如今的强 严重脱离了本应该拥有的平衡 因此 行语想要突破困难程度 是别人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 除此之外 行语也是为了锻造天地战身 进入君者之境 就可以掌控天地战身 曾经在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因为行语自身资质缘故 无法得到最强战身 也无法席修最强战身 让行语颇为遗憾 而今的行语 对于天地战身榜的诸多战身 都了如指掌 就想要席修那最强的战身 而战身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修为 还有诸多东西 在这苍蓝洲行语都未曾见过 因此行语想来 也许遗落世界会有 你想去遗落世界 精确错愕地说道 你没疯 当然没疯 行语苦笑道 你可知道怎么进去 这外面的这一堆烂摊子 你就不管了 行语揉了揉鼻子 笑道 当然不会 我会将所有事情解决后 选择去遗落世界 这还像话 精确点了点头 玄机说道 进入遗落世界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遗落世界 每五百年开启一次 每一次开启前 都会进行选拔 而选拔的主办方 是禁谷圣族 而选拔的方式 就是九州之战 九州之战 分为尊者赛 君者赛 比赛结束 前五十的存在 都可以进入遗落世界 其中 禁谷圣族的人 不进行九州之战 也可以进去 进入遗落世界的时间 为期是半年 半年时间后 遗落世界的大门会打开 将所有人踢住出去 不过 行语眉头一挑 啊 莫非还可以选择不出来 精确点了点头 说道 虽然抵抗遗落世界的力量 驱逐很痛苦 可只要熬住 就能够留在遗落世界 继续苦修五百年 五百年后 选择是否回归 行语顿时倒吸一口气 道 那只要不死 岂不是出来后 就是极其强大的强者 精确点头说道 那里 确实有很多人始终存留 也许 几千年前的一些人 还在里面呢 那都是一些武道疯子 除了修武道之外 人生别无任何追求的存在 第1369章 焚文府 行语苦笑 能够在那种地方 一待 就是几百年数千年 那不是疯子是什么 这种人是最有可能突破极限 达破常规的存在 九州之战何时开始 很快 苍兰洲将迎来五届排位赛 排位赛后 就是隆重的九州之战 精确喃喃自语道 为什么这要巧合 据说九幽欲藏也即将开启呢 行语一愣 神色微宁 询问一下精确具体时间 行语顿时震惊 那九州之战结束后 遗落世界开启之日 正好是一年后 而根据九幽所说 那一日也是九幽欲藏开启之日 莫非二者之间 有什么必然联系 行语无法理解 也不能明白为什么 不过行语知道的是 自己一定要进入遗落世界 不过在进入之前 需要将该杀的人全部杀掉 接下来赶录的途中 行语询问了精确 关于五届排位赛的事情 这个排位赛很简单 分为尊者赛和军者赛 苍兰州五届中 先每一届进行选拔 玄机每一届选拔出 尊者军者各十人 最终在东方届开始比拼 五届排位赛结束 五届孰强孰弱 也都一目了然 各自届于的强者比拼 最能彰显这一整个届于的 平均实力 很少出错 而选拔出的人 按照排名不同 将得到东方届 东方家族赐予的不同奖品 仅仅前五个人拥有奖品 那奖品无论是什么 都绝对十分珍贵稀有 但 很多人并不在乎这个 他们在乎的是 五届排位赛选拔成功 将可以直接进入 代表苍兰州 参加九州之战的队伍中 有望进入一落世界 一旦能有这个机会 只要在一落世界活着 哪怕是窝囊地活着 也将可以得到诸多资源和传承 出来后 就可以强势崛起 得知这一情况的刑宇 可是颇为兴奋 当即告诉金雀 这个五届排位赛 他一定要参加 不仅要参加 还要夺得最强荣耀 金雀对此倒是表示颇为赞同 玄机传音道 何时将圣剑交与东方家族 刑宇眉头一挑 笑道 莫非我得到的圣剑 必须要交给东方家族 这薛源圣剑 本就属于东方家族 自然是要归还给东方家族 否则 你得到薛源圣剑有卵用 如果我交给其他家族呢 为什么会这么想 潜意识觉得 东方家族不友好 金雀 行于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 总不能直接说是 九幽让我不能将圣剑 交给东方家族的吧 金雀良久 方才摇摇头 无奈道 那你想给谁 总不能一直留在手里吧 哪怕是 由我镇守颜天圣宗 我们也会被群起而攻之的 这方天地中 终年难得一见的变态强者 有很多 若听闻圣剑在你手中 估计都会前来抢夺 哪怕不需要 也可以找圣族 换取无数资源 行于笑道 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我很喜欢薛源圣剑 但却不会留在手中 不过也不给东方家族 我想了想 嗯 给司徒家族司徒行善 哦 你认识 有个朋友跟他有些过往 看我能不能搭上交情 不知道可否 金雀陈思良久未曾说话 最终说道 我可以帮你找人 将消息传递过去 但能不能传到司徒行善手中 他会不会 我可不敢保证 行于点了点头 旋即一路上 行于又和金雀聊了许久 大约耗时小半天时间 行于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延天圣域 而这一路 未曾遇到一位围攻者 这让行于明白 因为金雀的震慑 所有人都怕了 也都明白了 若有金雀在身旁 任何人也休想伤害 行于的性命 来到延天圣域后 行于一行人 就要直接奔着延天圣城去 那里是延天圣域的中心 也是延天圣宗的所在地 然而 桃花雪君 却准备向行于告别 他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 行于不会死亡 现在任务完成 自然要离开 雷炎建军精确都同意 行于却摇摇头 说道 先别走 我去延天圣城 也并非久住 我还有些事情 想要询问新城 韩冰宗主 择任我们一起 去陈冰圣宗可否 也保证安全 毕竟他们 不敢对金钱辈动手 却不保证 他们不对你动手 桃花雪君 吃一片刻 点了点头 之后就和行于一行人 快速前往延天圣城 行于不让其现在离去 一是为了桃花雪君的安全 二是 为了一起前往陈冰圣宗 关于沐云长的绅士身份 和陈冰圣宗的关系 行于询问了精确 然而 他却告诉行于 改日到陈冰圣宗再说 这让行于 简直想把这个小丫头 按地上臭屁股 竟然对自己卖关子 当然 这个想法只能想想 暂时打不过 原本乘坐空间虫洞 是很容易就达到延天圣城的 而之所以不曾乘坐 是为了安全考虑 在空间虫洞内 一旦发生什么危险 那必将死路一条 哪怕是君者 都有可能身亡 这么做 更是为了迷惑为追堵截之人 可不曾想他们都在 寿崖山脉埋伏好 还是没有逃掉 索性最后的结果 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延天圣城是延天圣域的中心地带 方圆十万里内都属于延天圣城 遥遥望去 接连天地的尽头 一座宏伟壮壮阔的城墙 拔地而起 高约万丈 耸天而立 如隔断了天地 城墙不知多长 仿佛从南到北没有尽头 城墙后 就是延天圣城 在延天圣城内 看不见任何建筑物 因为城墙太过高大宏伟 但却隐约可见 一尊高塔屹立在尽头 仿佛顶天而立 远远望去 就给人一种 镇压八方的威能 高塔一侧 是一座金碧辉煌 气象磅礴的殿宇 若建立在云霄之巅的仙殿 令人望而生惧 心生敬畏 行语看到这一幕 也是接连赞叹 这延天圣城 还真是恢弘霸气啊 不愧为延天圣域的中心 而随着不断前进 靠近延天圣城 更是越发感受到 那延天圣城带来的磅礴之势 仿佛这是神灵居住的城池 和其他城池截然不同 精确告诉行语 延天圣宗就在延天圣城内 这里若比作一个国家 拿延天圣宗就是皇宫 终于来到了延天圣城 俄手看着耸天力 威俄厚重的城墙 行语赞叹着 延天圣宗果然大手笔 这城墙虽然高大 可却通体遍布诸多阵法 行语胆敢肯定 哪怕是君者 都休想直接闯进去 至于这里 行语并没有看到有人遇空飞行 想来也是进空阵法 阻止任何人飞行 第1370章 延天无常 有雷炎建军精确在 行语等人 很快就进入了延天圣城 延天圣城内人很多 放眼望去全是人头 可是并不拥挤 可想而知 这延天圣城 确实大得可怕 环顾四周 竟是楼宇房屋 高大的建筑物耸天力 壮观而辉煌 不过最辉煌壮丽的是 城池尽头的圣宗 那里方圆千里外 都是金碧辉煌 璀璨的赤金色光滑 如太阳光滑一般 光芒四射 楼宇碧瓦盈盈生辉 宛如居住着圣人 在延天圣宗一旁 有一尊顶天而立的高塔 那高塔通体为营 光滑璀璨而不要眼 盈盈生辉 高约几万丈不止 犹如这方世界的中心 行语很好奇 那是什么 而这时 金雀和南山界内的几元臣 行语眉头一挑道 晨晨 这就是你炼制的武器 对啊 这玩意儿 就是我炼制的 很厉害的哦 曾经拿它揍过 焚天霸皇那丝 后来就给金丝雀了 几元臣在南山界 嘻嘻一笑道 你用不用 用的话 你现在修为太垃圾 根本催动不了 行语 金雀看向行语说道 这就是晨晨炼制的 通天战塔 威力很强 仅次于我的本命武器 行语点了点头 跟着金雀不断前行 期间行语询问了一下 纪渊臣这通天战塔 有什么用 纪渊臣告诉行语 让行语都是一惊 不得不说 这丫头的曾经身份 真是猜不透啊 行语一行人 很快来到 炎天圣宗门口 这里有千丈高的门户 门口有近百位 大尊主守护 他们身着赤金色 璀璨战甲 手持战矛 气势磅礴 不过看到雷炎建军后 当即恭敬地弯下腰 让行语一行人 畅通无阻地走进去 随后行语以为 就进入炎天圣宗 可谁知 又接连通过了诸多关卡 方才进入炎天圣宗中的外宗 金雀告诉行语 这是炎天圣宗自诞生以来 就设下的规矩 虽然麻烦 但也必须做 不仅彰显炎天圣宗的威望和高贵 更可以阻止一些 想要投机取巧的人 进入圣宗 很快进入内宗 雷炎建军就带着桃花雪君等人去休息 旋即行语跟着金雀直接奔着内宗深处的炎天圣阁去 炎天圣阁 整个炎天圣宗的禁地 也是最高贵的地方 因为这是炎天圣宗宗主居住之地 到这里原本很麻烦 不知道多少强者曾曾涉足 让行语知道 哪怕是君者都休想随便踏入这里 这就是圣宗之威 幸好金雀手中有一块令牌 所有人看到后都未曾阻拦 让行语和金雀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炎天圣阁 炎天圣阁整体为淡金色的古墓打造 看上去高贵而不显庸俗 优雅而清静 隔前一汪莲花池水点缀 美如画 以行语的见识 第一眼就看出 整座炎天圣阁是以一整颗炎金圣墓锻造雕刻而成 炎金圣墓可是上古奇物之一 若打造武器 绝对非同凡响 若炼化提取炎金之气 还可以炼制特殊丹药 辅助武者感悟炎金法则之道 而这等圣物在这里却被当作房屋锻造 由此可见一般 行语和金雀还未进入炎天圣阁 只见焚仙廷已经走出门口 对着金雀微微躬身 随着金雀点头方才起身 看向行语笑道 行语 好久不见啊 行语笑了笑 玄机在焚仙廷的带领下 三人走进了炎天圣阁中 到了阁中 金雀高居上座 焚仙廷和行语则坐在下手位置 焚仙廷虽然炎天圣宗宗主 可金雀却是几千年前的宗主 地位不知道比焚仙廷高了多少倍 焚仙廷自然要畏惧和尊敬 焚仙廷笑看着行语道 你们在寿崖山脉的事情 我听说了 行语啊 你还真是够厉害啊 和军者对战不仅没有吃亏 反而让军者受伤 行语苦笑一声 后道 我们未曾发出消息 你怎么会知道 当你们离开后 荒陵圣宗 雷渊圣宗 大雷英寺 邪明教罗天公等五方势力 都分别离开 回到了各自的圣宗 在他们那里 都有我们的人 我也就得知了消息 焚仙廷笑道 当时除了你们之外 因为战斗动静太大 很多人都已经知晓 估计要不要多久 你行语之名将 再次响彻罗天界这方天地 行语无奈 他可不想出名 他只是想杀人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焚仙廷说道 圣剑在你身上 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处置 行语当即将自己 对金雀说的话说了一遍 焚仙廷虽然有些不理解 但是金雀都没有说什么 他自然不好多询问 当即就招呼人过来 立刻前往东方界 司徒家族传递消息 当焚仙廷做完后 金雀说道 分别再让三位军者 通知我们在东方界的人 去通知司徒家族 然后找一人去通知东方家族 再找一人三天后 前去通知司徒家族 焚仙廷刹那间的谎神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 金雀何意 而行语听闻后也是明亮 现在各方人马必然都盯着他们呢 为了确保圣剑始终在行语身上 在阎天圣宗 他们一定不会让人去通知到圣族的人 没人是傻子 都知道 如果圣族人前来 那么圣剑一定是得不到 且行语也弄不死 阎天圣宗更可以强势崛起 到时候 就是他们的末日 金雀派这么多人是假象 去通知东方家族也是假象 起到迷惑作用 三天后去通知司徒家族的人 才是真正传递消息的 当一切做好后 焚仙廷询问金雀道 前辈 接下来 如果没有金雀在 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可金雀在 那就一定要询问金雀的意见了 何况这个事情可是非同小可 一个不小心 阎天圣宗都可能成为历史 毕竟行语身上的轩辕圣剑 可是圣器 更是圣族的至宝 他来带的影响力 是无法想象的 金雀看向行语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 行语漆黑如墨的眸子 闪过一抹深邃 缓缓说道 雷冤圣宗 荒凌圣宗 罗天公邪名叫 都想要得到圣剑 为了得到圣剑 更是有可能联合 找我们阎天圣宗的麻烦 甚至直接将我们 阎天圣宗抹杀掉 阎天圣宗一定不能墨 哪怕是你们舍的 我都不舍的 阎天圣宗帮了我 我却不能帮阎天圣宗什么 反而毁了阎天圣宗 我会愧疚一辈子 而让阎天圣宗保存 又不让他们联合进攻我们 又保证圣族能如约来找我们 必要我们阎天圣宗 看似自相矛盾不太可能 但 我有一个办法 第1371章 一掌 金雀焚仙廷同时看向行语 问道 什么办法 不知道金前辈 可知道雪幽一族 金雀眼眸一眯 道 你认识暴乱之地阴阳边界的 雪刃龙五那个丫头 她现在是我弟妹 金雀顿时有些惊讶 而后说道 龙五的横空出世 让雪幽一族重现人间 起初我以为 雪幽一族已经成为历史 不曾想 雪幽一族不仅存在 反而还完美的传承者 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本已经灭绝的种族活着 你提起雪幽一族 又说龙五是你弟妹 莫非你是要借助雪幽一族的力量 行语点了点头 说道 不是借用 雪幽一族不出世 应该是有他们的原因 龙五是否知道 我也不确定 因为他没有说 我也不曾询问 那你 是借用 行语神秘一笑 缓缓将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 精确听闻后 眼睛一亮 道 这个办法可以 只要能实现 就能够做到保全颜天圣宗 还让他们不能作为 不过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行语笑道 本来就是 我自己的事情 险些拖累颜天圣宗 我很过意不去 不过也不全靠我 好多事情 都需要你来安排了 精确点了点头 玄机说道 什么时候动身 动身前 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你按照我说的做 行语笑道 精确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带着行语 朝着颜天圣阁深处走去 焚仙庭颜孔紧缩 一脸惊骇 而后就是一脸艳羡 竟然去那里吗 真是羡慕啊 老子堂堂宗主都没法去 唉 行语跟着精确 一路朝着颜天圣阁深处走去 期间精确时不时打出一道印记 让行语颇为狐疑 不多时 精确带着行语 来到了一处房门前 笑道 你就在这里修炼吧 期间有诸多资源 你可以随意使用 行语点了点头 当即走了进去 进入房门的刹那间 行语顿时一惊 因为走入房间后 眼前的情景 并非意料之中的房间 而是一片辽阔的天地 这里充斥着 磅礴浩瀚的法则之气 让行语如沐浴春风般舒爽 在这天地间中央 有一座三层楼阁 和颜天圣阁相似 行语狐疑地走进楼阁中 顿时震惊 在楼阁内有着诸多书架 书架上摆放的 并非是书籍 而是一道道形色各异的身影 有人身盘坐 有寿仰天嘶吼 亦或是漫天星辰之光 璀璨绽放 这 这竟然都是武通之术 行语深吸一口气 一脸震惊 这就是颜天圣宗的底蕴吗 还真是恐怖啊 连武通之术都有这么多 随着走进楼阁中 行语更看到诸多书架上 摆放着小盒子 行语随意地打开其中一种 愕然发现 小盒子内 竟然连通一方小世界 小世界并不大 但却有着堆积如山的丹珠 行语又接连打开其他小盒子 发现有的盒子中摆放着丹珠 有的则是圣药 有的则是丹药 亦或是诸多矿石材料 武器等等 甚至还有各种预解 拿出其中一个观看一番 赫然烙印着诸多君者 所书写的修炼随笔 这应该是颜天圣宗 真正的资源宝库了 当真是恐怖呢 行语扎扎嘴 而后对于金雀 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他这是无条件地信任自己啊 否则怎么会让自己进入这里 这里如果没了 颜天圣宗也就成为空壳了 深吸一口气 行语当即四处搜集丹珠等资源 迅速修炼 有这么一个资源宝库 如果不修炼 更待何时 三天后的罗天界 所有生灵都处在一种震惊状态 不仅罗天界 包括灵界的玄天界 西天界统统震惊了 原因无他 只因为一人 行语 以十九岁的年龄达到半步君者 抹杀圣宗 以及大雷音寺的传承者 以半步君者的实力 竟然释放 只能在暴乱之地方 才使用的五欲战身 以一己之力 一招抹杀千名大尊主 更是不惧君者 和君者正面硬汉取得上风 将君者打伤 一道道关于行语的消息疯狂传出 让无数人惊骇欲绝 无数年轻一辈自卑 老一辈震惊 冥想三见 这这么真的是人吗 这简直就是妖孽啊 人 怎么会如此的变态 以十九岁的年龄 做到了几百年上千岁的君者 曾经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众人的认知 一次又一次的击碎所谓武者界的铁律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奇迹 除此之外 更让人震惊的是 行语面对圣宗 以及佛寺的围堵 不仅安然无恙地回到了阎天圣宗 更是直接发布挑战令 吴行语 一个月后 将在阎天圣域 阎云青山百类 邀请除君者 外的天下群雄 前来赐教 更希望雷渊圣宗 荒陵圣宗 罗天公 邪名教 前来赐教 圣者 我将给予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但凡我有绝不吝啬 而败者 死 吴行语 堂堂七尺男 素来快一恩仇 不喜阴险狡诈之辈 既然等想要我的命 想夺我之物 那我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 别人等一次机会 若是怕了 大可不来 挑战另一发出 整个罗天界风起云涌 无数人直奔 阎云青山 近待一个月后的挑战赛 所有人都想要看看这行走的奇迹 如何和圣宗开战 还会带给众人什么奇迹 什么极限 是否能再度震撼三界 甚至冥想整个苍蓝州 罗天公某阁楼 四名老者端座太失忆 各位应该都收到精确发来的消息了吧 为首的一位老者身着黑色锦袍 单手抚摸胡须 沙哑的声音缓缓传出 其他三位老者同时点了点头 不知道你们有何打算 站 有一老者双目紫黑色 微微一眯 闪过一抹冷光 谁也不曾想到 行语竟然相识血忧一族 更可以让血忧一族前来帮忙 对于血忧一族 除了得知龙武之外 我们都不知情 谁也不能确定 血忧一族有何本领 万一栽了跟头 可就得不偿失啊 既然行语此番 发出挑战令 那就答应 虽不能动用君者 可有的是办法战胜他 其他几人点头 为首的老者眼眸一领 冷漠道 同时 封锁罗天界 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也不能让其拖延时间的计划得逞 否则前功尽弃 那是自然 为首的老者 看向双目紫黑色 来自邪名教的老者 询问道 修罗家族准备的怎么样 就差修罗剑 而修罗剑就在行语手中 断家呢 完成 好 第1372章 征服全宗第五更 半个月后 阎天圣阁中 精确依靠窗边 慢条思理地喝着茶水 庸懒而优雅地舒展着身段 美若折仙 一侧焚仙庭 低头眼观鼻鼻观 心心念静心经 丝毫不敢看精确 虽然精确美若折仙 可是二人的身份地位 他可连欣赏的机会 都没有 漠然 精确将杯中茶水 一饮而尽 慵懒地说道 仙庭 你说行语那家伙 会不会突破君者 焚仙庭神色不变 恭敬地说道 不会 为何 行语很聪明 既然询问 遗落世界的事情 必然是想要到遗落世界 寻求一番机缘 而半步君者这一步走得越踏实 进入君者才能越强 他聪明如妖 不会不知 精确点了点头 刚要说话 旋即眼眸 看向了阎天圣阁深处 笑道 出来了 秀 一道淡白色光影 如虚幻之相浮现 片刻后 行语落在地上 目光平和地看向精确和焚仙庭 修炼得如何 精确瞥了一眼行语问道 行语慵懒一笑 道 马马虎虎 有些许进步 何时出发 现在吧 行语轻笑一声 你完成得怎么样 精确点了点头 并未答话 但行语却明白 精确已经完成 行语半个月前 对精确说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告诉雷渊圣宗 荒林圣宗等人 要想要得到圣剑 最好明着来 胆敢暗中找麻烦 或者联合一起针对阎天圣宗 那就大家一起与死网破吧 同时 行语更让精确告诉他们 自己可以命令 血忧一族 血忧一族 消涉数千年 被称之为近乎不灭的种族 没有人不畏惧 除此之外 更表明自己 相识诸多上古种族 只要胆敢联合 针对阎天圣宗 将全部出世前来帮忙 他们可以 不惧怕阎天圣宗 但不能不怕那些 已经消涉数千年的种族 那可是与圣族 有关系的强悍种族 因此 他们就只能答应 和行语 在阎云青山正面对战 而这对于行语来说 不算难事 行语经过半个月的闭关沉淀 坚定自己的战斗力 将横扫铜街 无人能解 现在行语要做的 就是前往陈兵圣宗 而后前往血忧一族 金雀起身 朝着阁外走去 行语焚仙廷当即跟上 然而 三人刚刚走出 阎天圣阁不久 迎面走来一名青年 和一个老者 青年身着淡金色锦袍 缭绕层层火焰云图 俊朗不凡的长相 衬托的青年优雅而高贵 老者一喜赤金色衣袍 并不华丽 可眉宇间 带着常年累月的威压 给人一种霸道而狠辣的启示 二人看到 横仙廷当即恭敬地拜见宗主 因为金雀嘱咐过 横仙廷不要将自己的身份表明 毕竟太过金氏骇俗 因此 整个阎天圣宗内 除了行宇之外 就只有焚仙廷知晓精确的身份 外人只以为这是焚仙廷的朋友 因此 此时二人只是拜见了焚仙廷 焚仙廷看向老者说道 大长老所来何事 说着话 焚仙廷对行宇传音 告知这位老者 名为焚文府 是现如今阎天圣宗内宗大长老 平日里代替焚仙廷 掌管阎天圣宗的一切琐事 焚文府看了一眼金雀和行宇 有些事情要单独下 直接说即可 这里没有外人 焚文府面色一僵 而后点了点头 说道 是这样的 外界到处都在传圣伙 长老行宇半个月后 要挑战天下群雄 我等多觉得此举很好 可养我焚天圣宗之威 但 但说无妨 焚仙廷眉头微微一皱 但默地看向焚文府说道 但是如果失败了 我焚天圣宗的名声 不仅因此而一落千丈 更可能会有极大损失 毕竟行宇 还是我焚天圣宗的圣伙长老 焚文府说道 因为圣伙长老的挑战令所说 败者可给予圣者任何事物 半个月前 我就想来禀告宗主 只是一直没时间 今朝宗主出来我才过来询问 我担心 有何担心 我答应的事情 你有意见 焚文府当即摇摇头 说道 我自然没有意见 只是 行宇看向焚文府轻轻一笑 道 焚大长老为了焚天圣宗考虑 所说即是 那不知道焚大长老 有什么办法 我很想听听 如果这个时候 取消百类挑战 焚天圣宗的威名 是不是更加一落千丈 行宇很好奇 这个焚文府是何意 因此 想要直接询问他什么想法 焚文府眼眸 平静地看向行宇道 启禀 圣火长老 我并非有瞧不起 圣火长老实力的想法 长老的事迹 整个三界都名扬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我自然也知晓 也相信 圣火长老发出这么一个 挑战令 必然是有极大的把握 但是 圣火长老现在代表的 更是我 焚天圣宗 若生自然不说其他 若败了 实在丢脸 焚文府眼眸 平静地 看向行宇说道 我有一个办法 不知道圣火长老 可否听一听 但说无妨 焚天圣宗内 也有诸多天才俊杰 更有继承者们 以及君者以下的 极限半部君者 若圣火长老能胜了 我等也就安心 至少除了圣火长老 我焚天圣宗 也没有人能完成这一件事 事成事败 至少不会落下埋怨和指责 焚文府说道 这样做圣火长老 也能建立威望 长老虽然成为了圣火长老 可是我焚天圣宗得知 圣火长老的事迹 全部都是听传闻 而未曾亲眼看到 圣火长老的本领 着实有些遗憾 也无法让人 真正尊敬圣火长老 若圣火长老败了 我想这个挑战令 是不是取消也罢 行语点了点头 这焚文府的话 倒是有些道理 倒可以借此机会 来展露一下自己的本领 让人知晓 自己这个圣火长老 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让焚仙廷也好做 除此之外 行语也明白 焚文府为何这般做 一是他不相信自己 怕给阎天圣宗丢脸 二也是有私心 为了给自己培养的人 一次机会 陈斌圣宗内 因为沐云长的出现 导致新魂歌等 诸多继承者 没有了机会 十分愿赌沐云长 行语想来 阎天圣宗内的继承者们 以及那些天才俊杰 对自己 应该也是很不服气 行语听说 圣火长老 也有权力和资格 成为宗主 毕竟更加顺理成章 而以行语 现在的表现和风头来看 真的有可能做到 因此 很多人应该都把持不住了 第1373章 双胞胎 虽然行语不在乎 这个圣宗宗主之位 可是却成为了那些 想要成为圣宗宗主人的拦路虎 只是因为行语的地位太高 再加上见上行语一次不容易 这才没有齐法 这一次 行语的强势和高调 终于给了他们机会 而所谓的大家表示不满 显然是借口 目的是为了逼自己 可是因为行语的地位之高 达到了和宗主等同地步 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这般迂回着 说明自己的想法 虽然行语的事迹十分惊人 然而天才哪一个不是一身傲骨 未曾战斗 就认输不是他们的作风 能有这种做法 行语也理解 至于这焚文府 是否还有其他意思和想法 行语就不清楚了 不过行语猜测 这家伙 应该是对自己的圣伙长老之位有想法 毕竟他已经走到了大长老 除了宗主之外 没有人比他在延天圣宗的地位更高了 而突然出现的圣伙长老 让他看到了希望 所以想要找麻烦 想办法 企图和宗主平起平坐 行语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准备 不过以他目前的所作所为 行语向来应该有可能 然而行语不知道的是 还真是让他给猜中了 这焚文府打的就是这个注意 否则也不会貌大不为 被宗主骂骂的风险 出来说这个事情 如果他真的走到了圣伙长老这个位置 那么他的徒弟子孙 以及他这一脉的家族 日后都将在他的照幅下 权力全大 得到更多资源 也许会出现更多的尊者甚至君者 一句打破削焚两族的平衡 也说不定 虽然焚仙廷 不会因为自己是焚家人 而偏袒焚家 可毕竟是焚家人 他也是 他想来 未来一定能实现 焚仙廷对于焚文府的想法 看得很透彻 暗自感叹 玄机给行语暗中说了一番 行语一愣 而后恍然失效 焚文府这种做法 在行语看来十分可笑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 他能走到这一步 加上年龄缘故 估计已经是五道极致 余生很难有大成就 他能做的 就是在焚仙廷不在的时候 帮助他镇守炎天圣宗 管理炎天圣宗 动些其他想法也能理解 按照焚仙廷的说法 焚文府为了炎天圣宗 劳累了一辈子 现在想为自己家族这一脉 谋取一些利益 也能理解 有些时候 焚仙廷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装作不知道 只要不太过分就可以 因此 对于他这个做法 也希望刑宇别怪罪 他没有多于坏心眼 刑宇自然没有记恨焚文府 反而有些敬佩他 至少他一生 为了炎天圣宗 担惊竭力的付出 别无二心 一个宗门势力 想要发展起来 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刑宇看向焚文府 轻笑道 大长老 你说的方法 我觉得有道理 我也赞同 宗主你说呢 焚仙廷点了点头 看向焚文府说道 立刻通知外宗内宗弟子 以及所有长老 前往炎天五场 我等稍后就到 焚文府顿时一喜 当即恭敬地离开 至于身后的青年 也是随之离开 一脸兴奋 刑宇笑了笑 看向金雀道 看样子要晚一会儿了 对你来说 还不轻轻松松 正好让我看看 你这半个月的成果 金雀瞥了一眼刑宇 缓步前行 记住 第一 不许打死人 否则我打你 第二 不许动用战身 第三 不许动用六道天地术 第四 不许使用刀剑 刑宇一脸黑线 道 那我还打个鸟 你现在就可以去打鸟 记住去炎云森林 那里比较多 靠 晨晨 你出来 收拾收拾这个金丝雀 哎 金雀 我说着玩呢 别动手 有种别打脸 我靠 你等着小娘皮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抽你呀屁股 我开玩笑的 别动手 啊 靠 看着被金雀狠揍的刑宇 一旁的焚仙廷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 大步前行 内心暗自感叹 还是他娘的行语牛逼 连金雀都敢招惹 你是真不知道 他是谁啊 快快快 速去炎天无常 为什么 那里 不是除了宗门 有什么重大事情 基本不让人去吗 你知道个屁 内宗大长老亲自发话 内外宗所有弟子长老 立刻前往炎天无常 我们炎天圣宗的那位 年仅十九岁的圣伙长老 要指点继承者们 和内宗天才 以及长老了 什么 快快快 我早就想看看 那位圣伙长老 到底是真是假了 十九岁就这么屌 老子十九岁才无担静 炎天圣宗在一个时辰后 风起云涌 除了必要的镇守门户 守卫炎天圣宗的长老 和弟子不能到场 所有弟子长老 都纷纷前往炎天无常 所有人都想要亲眼目睹一下 圣伙长老究竟是有多强 炎天无常方圆十万丈 是炎天圣宗最大的无常 平日里闲有人出没 而今日这五场 已经淋漓了人山人海 且最低修为都是尊者 不过人虽然多 都比较兴奋和激动 可全场却鸦雀无声 哇 一道中阴悠远悠长地响起 下一刻在场众人 纷纷转头看向了东侧 那里三道身影大步前行 前一刻还在镜头 只有一点光影 下一刻却直接出现在众人上空 中央一人 自然是焚仙亭 左侧行语 右侧金雀 看向三人 在场众人的目光 却齐齐落在了 长相不算多俊朗 但却自有一股 特殊魅力的行语身上 很多兴奋的弟子 看到行语 多少有些失望 此时的行语 身着一袭白袍 覆手而立 虽气语不凡 可跟想象中达破常规 屡创奇迹的传奇行语 反差太大 焚仙亭环顾四周 平静地说道 我想你们都知道 今天来干什么 我就不再多重复 半个月前圣伙长老 就已经跟我回宗 因需要闭关 方才不能和大家见面 今日刚刚出关 圣伙长老就想要和大家见见面 因圣伙长老年龄尚小 精力旺盛 因此也希望和大家切磋一番 切磋很简单 除了君者之外 任何弟子长老都可以挑战圣伙长老 若胜了圣伙长老 奖励阎天山闭关一年 资源无数 若处在半部君者 更帮助你们全力进入君者 什么 听闻焚仙亭的话 全场哗然 阎天山 那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圣地 据说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法则的气息 甚至能锻炼身躯 锻炼意志 增强自身奥义修炼 更有诸多长老 在阎天山突破君者 然而那里虽然好 可进入其中的条件太过苛刻 哪怕是继承者们 最多在里面待三天五天时间 此时 只要打败行语 竟然就可以得到一年的时间 还有诸多资源 更可以帮助全力突破君者 一时间 所有人都亢奋起来 看向行语一脸火热 仿佛看到了什么宝贝一样 第1374章 真正缘由 行语一脸苦笑 这焚仙廷还真是大放血啊 虽然不知道阎天山是什么 但是能够让这些人这么兴奋 显然是了不得好地方 你可给我兜着点啊 输了就亏大了 焚仙廷笑着给行语传音道 行语一脸黑线 玄机不理会焚仙廷 走到了阎天五场中央 环顾四周 行语副手而立 轻笑道 各位 刚刚宗主的话 我想你们听得都很清楚 所以 各位要多多努力啊 这么好的机会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第一站 谁来 话音落 所有人都蠢蠢欲动 但是并没有人动 只因为一道身影缓缓走了过来 看到他所有人都是眼孔紧缩 神色一惊 那人很快走到行语面前 行语定眼看去 此人身着不同于其他人的金色 或者赤色长袍 而是一身白袍 淡白色的长发 晶莹如玉的眼眸透着纯净与深邃 在身后背着一柄白色的七尺长剑 脚步轻盈 身材挺拔 看上去气宇不凡 此人来到行语面前后 微微欠身 神色平静 语气也十分平静 桑红 见过圣伙长老 行语抬手让其起身 耳畔已经响起焚仙廷的声音 桑红 特殊的剑龙血脉 超凡级上上等品阶 机缘不错 得到上古六亿玉星龙的本命龙岩 虽是残破 可其博览群书 另寻他法 将龙岩融合血脉 改变了自身血脉 虽然不是禁忌级血脉品阶 可也十分强大 凤仙廷说到 颜天圣宗 六大继承者中 排名第三 我很看好他 别打废了 行语眼睛一亮 看向桑红轻笑道 原来是继承者 希望你全力以赴 不要让我和宗主失望 桑红眼眸平静地看向行语 说道 关于圣伙长老的种种世纪传闻 让我很是敬佩 也请不要让我失望才是 开始吧 行语轻笑一声 而行语话音落 下一刻 桑红猛然消失 只见天地间猛然出现一头六亿玉星龙 龙身身高千丈 通体白玉晶莹 阳光打射下 绚烂夺目 六亿书展开 仰天嘶吼 龙笑惊天而起 战斗 就要奋出胜负 奋出生死 战斗 也必须要速战速决 桑红的话音落 六亿玉星龙仰天嘶吼一声 六亿猛然狂震 苍穹之上猛然腾空一股股狂暴的白色火焰 拿火焰中六亿玉星龙的身影浮现 嘶吼连连 宛如天穷 有着两头六亿玉星龙 战斗 就要全力以赴 桑红的话音落 只见六亿玉星龙的六亿猛然脱落 瞬间飞出 同时间那白色火焰融入六亿中 而后六亿转瞬间 化为一柄桑芒古朴的白色巨剑 带着撕裂一切的狂暴剑士 杀向行语 吼 没有六亿的六亿玉星龙 嘶吼一声 同时冲向行语 看到这一幕 全场顿时惊呼 尤其是那些熟悉桑红的人 这简直果真是个变态 是个疯子 和圣火长老战斗 竟然吓死手啊 这一开战 就直接动用最强攻击 这特么的 简直是不要命 人群某处的冯文府 看到这一幕 嘴角清明一抹笑容 这桑红他也是十分看好 虽然这个性格不适合做宗主 可是日后做个大长老 掌管颜天圣宗的刑罚堂 绝对没有问题 看向行语 冯文府有些好奇 这个家伙 会怎么做 不仅他 在场很多人都齐齐 看向了行语 都想要知道 行语面对这个疯子 会怎么做 然而接下来 他们就错愕了 只见行语轻笑一声 前踏一步 对着桑红攻击而来的巨剑 探出一只手 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什么 莫非他要一只手干到桑红 这怎么可能 桑红可是半步军者 而且 攻击如此的凶猛 其他继承者 面对他这权力一招 都要避其锋芒的 他这真的不是找死 很多人接连惊呼 一脸的不可思议和震惊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 自己的担心 十分多余 只因为行语探出的那只手 猛然紧钻 下一刻冲天起的五行 极限大圆马 奥义气息席全场 璀探的霞光笼罩 炎天无常 行语傲力霞光中 宛如一代圣人 以拳斗为中心 更弥漫出一股撕裂天地的剑意 那剑意霸道无边 那剑意充满了一往无前 刺破云霄 军临天下的王者之风 相比较行语 桑红的攻击 更像是在玩过家家 那股气势 直接被强势压制 紧接着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冲天的剑意中 更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感觉 那感觉令人莫名的魂攻战力 精神萎靡 仿佛要臣服在行语面前一样 竟然是极限大圆满的魂之奥义 碎 阴桀落下 如晴天乍响恐怖雷霆 只见行语 以手为剑 一剑下批 wwwtt can see 轰轰轰轰 暴响声冲天起 滚滚狂暴静气 席卷四面八方 不过诡异的是 静气在即将降落周围的弟子长老的时候 就烟消云散 显然是被焚仙廷给阻止 噗痴 当暴响声停滞 一道吐血声 响彻天地间 所有人随音看去 只见桑红半跪在地 全身衣袍破碎不堪 捂着胸口 狂吐鲜血 而对面的行语 缓缓收回前踏的一步 更收起手掌 神情不变 嘴角依旧倾着一抹温和的笑容 死 倒倒吸凉气的声音响彻全场 助人震惊地看向行语 这 真的是半步君者 这特么的 简直就是变态啊 同杰的半步君者全力以赴的一击 竟然连让行语后退一步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被誉为行走的奇迹的圣伙长老吗 怪不得 怪不得能够成为圣伙长老 这份能力 谁人能比 果然不愧为延天圣宗的继承者 厉害 行语赞叹一句 笑道 如果不是我有些小进步 还真不是你对手 哦 别误会 我可不是自夸自雷 我是实话实说 有个事情我要问你 你为什么修剑 桑红缓缓抬头看向行语 沙哑着声音说道 杀人 为何你的剑 杀气不足 行语平静地笑道 修剑为了杀人 可是你的剑 却太注重华丽注重与功法的配合 与武技的配合 虽然攻击力强悍 可是美中不足的事 不够狠 更丧失了剑 最应该拥有的灵动和灵活 交给你一个办法 我想对你会很有用 话音落 行语就传音 给桑红说了一番话 而后桑红猛然眼睛精芒毕露 瞬间双膝跪地 恭敬地说道 桑红多谢圣伙长老 第1375章 不可思议 看着桑红 忽然对着行语 双膝跪地恭敬叩拜 全场惊呼 究竟行语对桑红说了什么 竟然让桑红如此的激动 竟然对行语双膝跪地 单膝跪地 就已经是十分尊敬了 可是双膝跪地 那就是表明臣服 WW10C0 行语的一番话 竟然让心高气傲的桑红臣服 不仅是在场众人 焚仙廷都有些狐疑 不过他倒是没有说出来 行语轻笑一声 下一戏来到桑红面前 将桑红扶起来身 笑道 你应该年龄比我还要大 虽然我地位比你高 可也用不着这般行大理 我们都是延天圣宗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让延天圣宗更强 只要你强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改日有时间找你喝酒 我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至于能领悟多少 就看你的了 桑红一喜 当即恭敬地弯腰感谢行语 而后就直接表明 离去闭关了 看着匆匆离去 一脸狂喜的桑红 每个人看向行语 都充满了好奇 行语究竟说了什么 不过也有聪明人明白 无论说了什么 必然是对修炼有极大的好处 因此 所有人都有些跃跃欲试 找行语战斗 然而 没有人敢真的这么做 因为前面还有太多人在等待 当桑红离去后 又有一名继承者走了上来 和行语客套一番后 当即和行语战斗起来 而结果让人惊呼 只因为行语 依旧是前踏一步伸出手掌 一招战败了他 一样的是 这个继承者 和刚刚的桑红一样 都得到了行语的指点 一脸狂喜地离开 这让很多愚笨的人都明白 这个圣伙长老 名不虚传 虽然年龄尚小 可是其所掌握的战斗力 领悟力 以及对于修炼的感悟 都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 那坟文府已经傻眼 看向行语震撼莫名 这 这个行语也太强了 简直比传言中的还要恐怖 至少消息称 行语和其他圣宗的 继承者战斗的时候 还费了一番手脚 现在对于他们的继承者们 竟然如此的轻松如意 莫非他们的战斗力和天赋 就这么差吗 而且 行语究竟说了什么 竟然让他们都如此兴奋 其实是坟文府想多了 现在的行语 和之前的行语 可是截然不同 在那资源宝库 半个月的疯狂修炼 行语的提升 可谓是十分巨大的 外界的一个时辰 等于魔观空间的一天 半个月等于一百六十天 每天都在疯狂地吞噬资源 参悟修炼 行语的成长 堪称恐怖 现如今的行语 都想和军者杠一杠 可想而知 行语是多自信 对着这些半步军者的年轻一辈 自然轻松如意 而对他们说的话 则全部是行语 根据他们的毛病 而做出的整改方法 以及接下来如何修炼 才是最正确的 别的行语不敢说 可是只教他们 这一点绝对没有人 能比行语更强 也绝对没有行语说得更加准备 因为行语 曾经走到了地质极尽 接下来 行语又接连战斗了二十多场 在行语全部获胜 每一次获胜 行语都会对他们进行点拨和指教 让很多人看向行语的神色都变了 不是曾经的好奇和期待 更不是震惊 而是尊敬 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 行语不仅指教他们 而且态度温和 优雅 那温和平静的笑容 独特的个人魅力 深深地征服了延天圣宗的弟子 更让很多女弟子 看向行语 多了很多好感 自古英雄爱美人 而美人自然也爱英雄和强者 当第三十场战斗结束后 行语当即告诉焚仙廷 就此结束 怎么 我看你玩得挺高兴的呀 焚仙廷打趣道 行语一脸黑线 高兴个屁 除了拿他们喂招 别无他用 哪怕是跟一些长老战斗也是一样 这种单方面 碾压一点战斗欲望和成就感都没有 所幸焚仙廷听从了行语的话 制止了还要冲过来找行语战斗的人 很多人不满 而后行语笑着解释 以后有时间会多和他们交流 说完后直接和焚仙廷精确离开 至于焚仙廷并没有遗忘 是行语故意不去找他的 既然是个好人 还是忠心为了阎天圣宗的人 行语就给他几分薄面 不打他脸 但若还不知好歹 行语觉得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脸痛了 离开阎天五场后 行语没有休息 当即找到桃花雪君等一行人 和精确一众人直接离开了阎天圣宗 朝着陈兵圣宗去 为了不让人知晓 行语等人特意易容 用了诸多方法掩盖 方才离开 现在很多人都在打行语的注意 虽然不至于暗杀 可却要实时监控行语 否则挑战令只是个骗局就坏了 那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前往陈兵圣宗的路上 行语询问了精确对司徒家族送信的消息如果 然而精确只是摇摇头 看样子进展不顺利 行语其实一开始是想要亲自去东方界的 行语相信以自己的本领还是可以逃离的 只不过精确却拒绝 东方界那里比罗天界要庞大十倍以上 不说距离遥远 以行语半步君者的修为能否来得及 单单东方界那里鱼戎混杂 没有强悍的实力 分分钟就被无缘无故抹杀 而行语身负圣剑 如果出了意外 可能会出现大乱子 因此 行语一个人是不能去的 而精确陪着去更不现实 其他几位圣宗宗主 也具对不会允许精确带着行语离开 何况离开的时候还需要经过西天界 大雷音寺也会阻拦 精确有自信对抗圣宗 但却没信心对抗大雷音寺 那里的强者之多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陈兵圣宗位于陈兵圣域 在罗天界西部 那里据说曾经是一片冰封山河 还破碎过诸多世界 导致地理十分贫瘠 不过陈兵圣宗的出现 让那里成为富饶之地 更将恶劣的天地以阵法加以改正 转变为了舞者修炼圣地 因此 陈兵圣宗在整个罗天界的名声都很好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 陈兵圣宗还有诸多美女 第1376章 慕婉通出现 陈兵圣宗会有诸多美女的原因 精确告诉行语 是因为陈兵圣宗内 上道宗主 下道长老皆是女性 因此 他们选择女弟子比较多 男弟子并非没有 可想要进入陈兵圣宗的男性 不仅要天赋品行优秀 更要长相好看 这是陈兵圣宗创建以来就有的规矩 从无一人胆胆打破 也没有人能够有资格打破 这让行语一下子想到了 好人皇爷杀生那几个祸 先不说天赋品行 单单长相都不过关 唯一算帅的 就是行语将一地谈天待位了 其他人模样都不咋地 想起待位 行语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自打跟着他那神秘师傅离开后 到现在一直没消息 真是想想 就让行语火大 再次见面 一定要狠狠揍他 为了安全缘故 异形人走得并不快 所以大约过了小半天时间 才赶到陈兵圣域中心 陈兵圣城 这里和阎天圣城一样 极其地壮丽辉弘 而唯一不同的是 这里却美如画 而阎天圣城更充满了年代感 明明艳阳高照 可却有满天星辰点缀苍穹 却有朵朵雪花飘落 这里更是种植了诸多血腥古树 远远望去星光璀璨 如汇聚一条星河 星河之上 晶莹剔透的白色薄冰覆盖 光彩夺目 偶有晶莹雪霜飘落 美如画 走进陈兵圣城中 这里宛如梦幻中的世界 剔透光亮的建筑群 缭绕点点星芒 阳光挥洒 瑰丽绝美 镜头的陈兵圣宗 更宛如是建立在一片星空中的 冰雕宫殿 是那么的绝美绚烂 在这里生活 还真是美啊 行语扎扎嘴 赞叹道 桃花雪君笑道 这里可是罗天界内所有修行城 与寒冰傲义的舞者眼中的圣地 行语点了点头 而后跟着桃花雪君 一路前往了陈兵圣宗 到了陈兵圣宗后 因为有桃花雪君的缘故 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 寒冰宗主所居住的寒冰宫殿 行语精确桃花雪君 走入宫殿中 抬头望 蓝色晶莹的冰雕黄座上 一名身着深蓝色衣裙的女子 优雅端座 她长相身材都绝美如衣 宛如世界最完美的美誉 经由上苍之手雕刻而成 无论从任何角度 怎么看 她都趋近于完美 她身披蓝色披风 手持蓝色法杖 微微恶手 宛如一代女王 最吸引行语的 是她那一双宛如世间最完美的宝石 汇聚成的眼眸 深色而幽蓝 纯净而干净 看上一眼 令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她就是陈兵圣宗的寒冰宗主 幽仙儿 人如其名 参见寒冰宗主 桃花雪君躬身拜见 而行语和金雀却不需要 不过行语 还是很有礼貌地微微欠身 道 阎天圣宗圣伙长老行语 见过寒冰宗主 见过金前辈 幽仙儿起身 对着金雀微微恭身 表示尊敬 金雀挥挥手 表示不在意 而后随意地坐在了一侧 行语跟着坐在了一旁 而桃花雪君点了点头后 悄然离开 幽仙儿坐下 看向金雀询问道 不知道金前辈此番前来是 行语笑着说道 此番前来 是想要见一见星辰宗主 他和长儿在闭关 行语眉头微皱 刚刚行语还询问了桃花雪君 直接找星辰宗主多好 不过 他说找谁都一样 就随之来到了这里 不曾想这般不巧 可有办法 金雀问道 幽仙儿点了点头 玄机闭目三息 睁开眼眸后 说道 二人已经赶了过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行语想要知晓木云长的事情 金雀说完 幽仙儿秀眉微醋 并没有说话 行语则有些狐疑 不是很理解 很快 两道身影来到殿前 行语定眼看去有些错愕 来的两人 一人是木云长 一人 竟然也是幽仙儿 只不过 此人身着紫色星辰衣裙 手持星辰法杖 一双眸子 也纯粹的仿佛是星辰一般 神秘而优雅 陈兵圣宗的两位宗主 都是双胞胎 这是规定 你不知道 金雀瞥了一眼 行语说道 行语一脸黑线 你特么就没有告诉老子 老子咋会知道 不过让行语好奇的是 这陈兵圣宗的奇葩规矩 还真是多 木云长看到行语顿时一喜 直接冲了过来 行语站起身 紧紧抱住木云长 旋即轻了一口 笑道 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 木云长点了点头 笑道 两位宗主对我都很好 宗主 这就是行语哦 帅吧 嘻嘻 听着木云长的介绍 行语有些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鼻子 自己虽然不丑 可是也就属于中上等 跟帅还真是不太沾边 新陈宗主幽兰 看上去比幽仙更加随和 轻笑一声 道 不错 是挺帅的 我当时让行语 成为我们陈兵圣宗的长老 没错 说完不理会轻笑的行语 对着金雀微微攻身 旋即缓步走到了幽仙一旁坐下 看向行语笑问道 不知道此番前来有何事 行语将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后 幽兰看了一眼目云长 旋即娓娓道来 而随着他的诉说 行语也终于明白 幽兰告诉行语 慕云长的身世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跟邪明教有关 那一年 幽兰和幽仙 还只是陈兵圣宗的继承者 一次历练 偶遇牧尘 当时的他乃是圣君 突然身受重伤 抱着牧云长出现 当年二人同时喜欢上了牧尘 而后帮助了牧尘 自然也随之 喜欢上了牧云长 经过接触 二人得知 原来牧尘是从苍蓝界而来 怀中的牧云长 之所以受伤 是因为受了诅咒 之所以被诅咒 是因为他是被选中的孩儿 称之为圣女 来完成一件重要的使命 这个所谓使命 就是以墙堡中的牧云长的生命 促成邪明教 完成一件事 这件事很重要 重要到看护年幼的牧云长的人 都是圣君 牧尘看牧云长可怜 以秘法来了个偷梁患主 虽然成功跑掉 可是自身身受重伤 而牧云长的诅咒 离开了苍蓝界后 也是开始不断发作 被牧尘不断以秘法 将自身生命力催入到牧云长体内 方才能压制浑明的力量 幽蓝幽仙 想要救牧尘和牧云长 可是他们却身不由己 还被迫关了紧闭 且事后才知道 当时的两位宗主 更是要杀了牧尘 帮助幽蓝二人斩去祸根 不得留恋感情 就这样 牧尘抱着牧云长离开了 幽蓝二人 以为牧尘和牧云长死了 还难过了许久 没想到牧云长会再次出现 因此就对其特别关心 想要弥补当年的汉世 更是抒发自己的情感 大概就是这样吧 幽蓝轻笑一声说道 行与眉头微皱 道 就这样 你们不用骗我 你的解释 不合理之数太多了 比如 邪明教为何没有因此 追查找你们的麻烦 为何牧尘会对你们说 他的底细和来历 你们之前认识 最重要的是 金雀被封印几千年 怎么会知道牧云长 怎么会推荐给你们 太多了 我就不一意列举了 现在 请告诉我真相 你们为何要隐瞒 第1377章 两魂融合 第五更 随着行与的声音落下 幽蓝幽蝎儿神色一宁 琪琪看了一眼金雀 行与也看向了金雀 有些狐疑 为什么要隐瞒呢 到底有什么隐秘 行与一旁的牧云长 也是神色有些恍惚 他所知道的 就是幽蓝所说的这些 现在行与分析之后 思索一番才恍然苦笑 这其中有太多漏洞 只不过牧云长相信和尊敬金雀幽蓝 因此才没有去怀疑 没想到竟然是假的 看向金雀 牧云长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为何要骗我 你知道吧 能否都告诉我 金雀看了一眼牧云长 又看了一眼行与 叹了口气 道 也罢 告诉你们就是 牧云长 其实是跟邪明教的称皇计划有关 行与和牧云长一愣 齐齐询问 金雀深吸一口气 说道 所谓称皇计划 顾名思义 就是为了教主能踏入武皇而诞生的计划 邪明教被称之为苍蓝州十大势力之一 主要原因就因为邪明教在苍蓝界内拥有一位武皇 而邪明教这位武皇很有野心 很疯狂 为了让邪明教更强 更为了获得遗落世界内的某件东西 所以要诞生第二位武皇 称皇计划因此出现 而想要诞生武皇 简直太难太难 不仅需要天资 更需要无穷无尽的资源和机缘 而这时邪明教有人在遗落世界得到一个秘法 这个秘法可以帮助极限圣君向天召唤圣魂 借此踏圣提起皇门 说完 金却看向了沐云长 缓缓说道 秘法圆满开启成功 圣魂也召唤而来 可是因为圣魂威力太大 一位极限圣君直接称报 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邪明教有一女人诞生了一位女孩 这女孩因为在母亲怀孕期间受伤 导致女孩是死胎 无巧不巧的是 圣魂竟然自主地进入女孩体内 女孩诞生并且成活 因此 那个女孩成为了称皇计划中的重要部分 需要等女孩正常成长起来 圣魂入位 觉醒开启 寄命 以成就 第二位武皇 深吸一口气 金却看向沐云长 一字一顿地说道 而那个女孩 就是你 沐云长 沐云长面色一惊 神情有些呆滞 原来是这样 行语则严孔紧缩 觉得金却说的应该就是真的 因为行语知道 沐云长可不是沐云长 而是天界中传说级的妖孽天才 十岁称帝 天生拥有圣体七星仙子沐婉彤 那自然而然 沐婉彤就拥有圣魂 邪云长所召唤的那道圣魂 就是七星仙子沐婉彤 沐云长就是那个先天死胎 因沐婉彤而存活 而所谓正常融合圣魂 就是当沐云长的体质 成为圣体 深吸一口气 行语看向金却说道 那为何你刚刚不告诉我 非要隐瞒 而且 你是什么人 为何会如此清晰地知晓 这等隐秘 还有牧尘在邪明教什么身份 陈兵圣宗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金却看了一眼沐云长 后说道 别担心 如那天邪明教的人所说 你的父母并没有死 一直在等你 只不过 你是你 但你又不是你 沐云长沉默了 如金却所说 他是沐云长 可又不是沐云长 身体是身体 而灵魂却是另一个人 如果不知道这种感觉也就罢了 此时知晓 那种心理感受不经历 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 看着沐云长的神色 行语紧紧抱住了他 行语很想在此时告诉沐云长 他就是他 他就是沐云长 他就是沐婉彤 所谓的秘术指引圣魂降落 一切都只是巧合和顺理成章罢了 行语就是重生 对于这种感觉十分理解 而对于沐云长这种情况也明白 虽然说是秘术指引 可怎么会无巧不巧地真的成功 而又无巧不巧地真的复活 又机缘巧合地遇到自己 而自己又曾经和沐婉彤相识 一切自有天地规则在运转 一切自有天定 忽然想起自己 行语恍惚苦笑 自己是不是也是命中注定要重生 要来这天舞大陆完成什么事情 所谓天命人 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 行语并不能告诉沐云长 哪怕告诉他也不能信 良久沐云长回过神 看向金却说道 你说吧 我想知道 沐云长指的自然是刚刚行语询问的话 金却也明白 点了点头 开始缓缓道来 而随着金却说完 行语也明白了刚刚所有的为什么 根据金却所说 他曾经是沐尘的朋友 而沐尘在邪名教 则是仅次于教主副教主长老的最强大护法 因为沐尘十分忠心和耿直 所以看护沐云长的任务就交给了沐尘 起初沐尘还是很尽忠的 虽然不理解为什么要看护沐云长 但还是尽忠职守 谁来都不让见沐云长 日复一日 他在枯燥的守护中 也渐渐喜欢上自幼就十分听话 懂事可爱的沐云长 后来 有一日沐云长被带走 举行了一个仪式 在那个仪式中 沐云长背下了诅咒 沐尘并不知晓 只是看着沐云长十分痛苦的样子 很心疼 后来偶然的一次得知了 为何背下诅咒 沐尘十分的愤怒 更感觉自己的追求目标 彻底崩塌 他虽然是邪明教中人 可却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 阴险毒辣 因为他是护法 不仅是他 连同其他护法都是如此 他们自幼就被秘密训练 一生听命于邪明教中人 待邪明教行使各种事情 除了听命令 杀人之外 不知道任何事情 也不会做任何事情 因此财劣显得有些单纯 为了救下沐云长 他伙同护法兄弟 逃离了邪明教 如果是别人 想要逃出邪明教 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 轻松如意 虽然如此 可是很快就被发现 所有帮忙的护法全部死亡 牧尘也身受重伤 索性带着沐云长逃离出来 牧尘出来后 第一个找到的就是金雀 金雀为了帮助牧尘 想尽了办法 然而却无用 最终金雀找到了坟天霸皇 坟天霸皇当时直接答应 可以帮助金雀 将牧尘以及沐云长 送入一落世界一处地方躲避 可是金雀却要留在南山界 代替他等候有缘人 第一千三百七十八章 天寒心诀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当日金雀所说 被坟天霸皇囚禁 也是骗刑宇的 他也没有办法 他总不能说是他心甘情愿 留在南山界 忍受一千五百年估计吧 而刑宇十分震惊 难以想象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可是刑宇很快发现了问题和毛病 因为前后相差了一千五百年 金雀被封印在南山界 一千五百年前 而牧尘和牧云长 出现在一千五百年前 这根本不对啊 为什么牧云长才十几岁 而金雀告诉刑宇 遗落世界内有一处地方 可以禁锢时空 坟天霸皇当时掌管遗落世界的开启 因此偷偷帮了的忙 将二人扔了进去 等于说牧尘和牧云长 一起躲避时间长河一千五百年 虽然不可思议 可这一切都是真的 也幸好时间不算太长 否则真的不知道 要出什么事情 一千五百年后 二人被放出来扔到了下界 为了给牧尘制造假象 警方他知晓 自己躲避了一千五百年时光 坟天霸皇还特意派人 假扮邪名教的人追逐他 幸好一千五百年时间 九州大陆没有太多变化 他被一直追逐 也没有心情探查 所以他始终都不知道 至于陈兵圣宗 与这件事的关系 说来倒真就是巧合 如刚刚幽兰说的 他们还真是恰巧偶遇牧尘 可是他们发现了追逐牧尘的 邪名教的人是假的 有些怀疑 后来坟天霸皇找到他们二人 说明了情况 让他们保守秘密的同时 也配合牧尘演下去 再之后 牧尘就是逃到了五星镜 保育了牧云长的养父牧兴辉 一切都在坟天霸皇的控制下完成的 至于牧尘最后死是 坟天霸皇没想到的 他没想到牧尘性格这么刚烈 更没想到 这么疼爱牧云长 事后坟天霸皇就一直派人 庇佑着牧云长一家 至于行语的碎虚剑 则是坟天霸皇的东西 故意给的牧兴辉 如果没有碎虚剑 可能牧兴辉早就死了 其实坟天霸皇 很想用其他办法帮助 但是他很怕影响天地间的规则 躲避一千五百年 这本就是逆天之举 很可能遭受天前 亦或是改变一些因果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能够确定 坟天霸皇 也是不敢随便乱改一切因果 否则沾染上 对他未来有影响 因此才会制造假象等等问题出现 他能帮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金却能知晓这一切这么详细 还是在行语进入暴乱之地的这段时间 亲自找到坟天霸皇了解的当年情况 当金却说完 行语和牧兴长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会出现误差 原来是牧兴长和牧尘 逃避了时间长河一千五百年 那遗落世界 竟然还有这等神奇的地方 可以禁锢时间和空间 改变了一切 让行语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至于金却不想告诉行语真正的缘由 一是不想让现在的行语 因气愤而和邪明教开战 以行语目前的实力 根本不是邪明教的对手 二是因为 这个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因为谁也不能相信 人竟然可以躲避时间长河一千五百年 这样逆天的行为 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 什么因果关系 天倩 谁也不能确定 所以 他也不敢 不仅怕伤害到了牧允长 更怕连累了 帮他一个大忙的焚天霸皇 两久 行语方才深吸一口气 缓缓回过神 这一切说起来如梦似幻 不过行语可以确定 都是真相 看向一旁的牧允长 行语有些心疼地抱了抱牧允长 刚要说话 忽然牧允长传音道 行语 问你件事 你说 行语眉头微皱 牧允长的语气有些怪异 这是怎么了 而下一刻行语 就猛然眼孔紧缩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 我体内有圣魂 行语回过神 传音道 为什么会这么问 当年你从乱魔界 离开前往蛮荒域的时候 给我一套功法和武技 目的是为了让我能够 尽快突破武丹境 你还记得吗 你可知道 功法和武技 与我时不时脑海中 蹦出来的记忆中的一些片段 融合 行语猛然一惊 同时暗自咒骂自己 当年行语得知牧允长 就是牧婉童之后 虽然好奇 为什么牧允长会有圣魂 可是却想尽办法的 想要帮助牧允长 因为行语不在乎 他是牧允长 还是牧婉童 行语只知道 自己喜欢他 所以 想要他提升 而因为他体内 拥有牧婉童的圣魂 又经过阴阳桥事变后 时不时会 跳出一道道记忆 行语就想要将前世 他所修的一切功法和武技 交给他 这样也许可以让圣魂逐渐开启 修为也能稳步提高 后来 因为牧允长一直没有异样也没事 所以行语就没有在意 没想到 进入竟然被牧允长想起来了 并且怀疑了自己 深吸一口气 行语刚要传言给牧允长 只见他松开行语的怀抱 双目紧紧盯着行语 泪水不断阴晕 此时的牧允长 神情充满了悲凉和无助 痛苦的样子 看得行语心疼 我想 应该不会是巧合吧 既然不是巧合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 你怎么会知晓 圣魂的记忆 还是说 你认识这个圣魂的人 行语一正 而后深吸一口气 并没有回答牧允长 而是看向金雀三人道 三位可否先出去 给我俩一点时间 金雀点了点头 当即和幽兰 幽西尔离开 他们也知道 所说的内容量太过巨大 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 尤其是牧允长 当三人离去后 行语抬手擦掉牧允长 脸颊上的泪水 温柔地说道 愿不愿意听我讲一个故事 牧允长没有回答 行语则停顿片刻 缓缓说道 曾经有一个男人 他天赋不算很强 可却很努力 为了追求无上 极尽拼尽一切 有一个女人天生圣体 十岁称帝 文明世界每一个角落 那一天 两人因为一件武器见面 行语语气不急不缓 将自己与牧婉彤的经历 徐徐到来 每一点一滴 行语都记忆得很清楚 因为行语对不起 沐婉彤很惋惜 很痛苦 而说得忘情的行语 却不知道 沐云长的泪水不断滴落 打湿了脸庞 第1379章 血忧胜足 那一天 男人炼化武器称帝 成为世界巅峰存在 成为无尽帝王朝拜的存在 但男人很不高兴 很痛苦 因为契林告诉男人 之所以女人能得到这柄武器 是因为 她日日夜夜一年的时间都在拼命 哪怕重伤也不在乎 行语深吸一口气 语气充满了痛苦 道 可是男人当时并不知道 然而却晚了 哪怕男人发了疯的寻找 去过了他们一起 所去过的任何地方 任何角落都没有找到 十年后的一天 男人偶然来到了 他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在这里有女人留下的字迹 这才知晓 女人是多么地爱那个男人 男人痛苦而绝望 多么想完成她的那个小小的愿望 叫女人一声 玩 然而后悔晚已 一切都没有机会重来了 行语没有理会脸颊上流淌的泪水 看向沐云长说道 那个男人叫行语 是我 那个女人叫沐婉桐 是你体内的圣魂 也是你 沐云长没有想象中的惊讶 只是一下子痛哭了起来 一把紧紧抱住了行语 行语也紧紧抱住了沐云长 头埋在了沐云长的秀法中 俩人没有在说话 只是抱得越来越近 仿佛要将彼此拥抱入对方身体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二人方才缓缓松开 行语看向沐云长 神色充满了温柔 行语猜到了 沐云长可能因为精确地诉说 回想起了什么 行语其实很想隐瞒 今天沐云长承受的已经够多 不想再让她心里难受 可是行语又不想骗她 更盈盈有些不安 如果不说实话 可能 要永远失去她 行语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第二次伤害沐云长 行语自己 都可能无法原谅自己 轻柔沐云长 白皙剔透的脸颊 温柔说道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依靠行语怀中的沐云长 抬起眼帘看向行语 阴宁地说道 满足我的愿望吧 玩 行语不知道为什么沐云长要这么说 但还是用尽全身的力量 温柔地喊了出来 沐云长面色一僵 感觉有一股电流 从脚底板移路到头顶 全身酸麻 而后泪水再度涌了出来 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好满足 好 好想哭 行语深吸一口气 心疼地紧紧抱住沐云长 行语知道 沐云长这种感觉 应该是沐婉彤前世的圣魂在作祟 这也是他一生的执念吧 想一想 行语就感觉对不起沐婉彤 对不起沐云长 只是一生再平常不过的称呼 自己却从来没叫过 让他一生遗憾 良久等沐云长不再哭泣的时候 行语询问道 你是不是在我说之前 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沐云长摇摇头 说道 只知道模糊的一点点 看到你的时候 莫名的心痛 真的好痛好难受 可是又感觉很幸福 很高兴 那种感觉 让我无法形容 仿佛我被分割成了两半 脑海中时不时就会蹦出一些画面 并不让我难受 只是那种悲凉痛苦绝望的情绪 让我怎么也无法提起任何兴趣 想死的心都有 然而看到你又不想死 两种有着强烈反差的情绪 同时出现在脑海中 令人绝望 行语顿时一惊 莫非沐云长并非是收沐婉童控制 而是诞生了属于自己的灵魂体 不是行语胡一乱猜 若真的是沐婉童为沐云长这具身体的主导体 那么沐云长就不会是这种反应 而是站在沐婉童的立场上 可沐云长现在却是处于两魂交替的状态 而因他的灵魂体根本不如沐婉童的强大 所以方才会受到沐婉童的灵魂记忆 以及情绪影响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日后是两者融合 还是以吞噬对方占据这具身体为目的 行语不敢去想 如果真发生那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不是行语没有办法应对 而是沐云长和沐婉童 行语哪一个都不敢 也不想去伤害 融合的话 却并非外力所能影响的 行语也控制不住 就在这时 沐云长神情恢复平静 看向行语 眼眸中流露着浓浓的爱意 缓缓说道 鱼 行语猛然眼孔紧缩 惊骇地看向沐云长 沐云长绝对不会这么叫自己 而能这么叫自己 只有沐婉童 你是 婉儿 行语面色一僵 有些颤抖地说道 能再次见到你 真好 沐云长温柔一笑 泪水却忍不住流了出来 你可知道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 行语一把紧紧抱住了沐云长 泪水忍不住流淌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不起 当年 是我太笨了 对不起 沐云长泪流了 却笑了 笑得是那么的开心 松开行语 沐云长说道 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 你牢记 行语擦掉眼泪 说道 好 你说 这具身体 因我的进入而存活 本可因此而转生 却不料出了意外 诞生了灵魂 行语严孔紧缩 道 遗失的那一千五百年 沐云长点了点头 道 那一千五百年时间 属于逃避规则 无视天道 你应该明白 因此会出现什么结果 谁也不知道 而现在所知道的是 这具身体 因为一千五百年的时间 禁锢 自主诞生了灵魂 就是沐云长 我本要将其吞噬掉 可不料一千五百年时间 过去 我的力量也消耗到了极致 那里可以禁锢一切 包括时空 可是我却不属于物质 若不是曾为圣魂 受天道庇佑 我早已经身亡 因此 我只好潜伏 等待机会 不料在狂刀中遇到了你 我相信 我没有看错 哪怕你 不再是曾经的身体 可是你的眼神举动行为 我都可以百分百确定 可惜 我不能控制沐云长 本以为就这样 和你断了联系 可冥冥之中 自有原定 终于再次见面 更走到了一起 说起来 还要感谢那次阴阳桥 借助那个特殊力量 让你看到了我的圣魂 否则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沐云长深吸一口气 神色有些变幻 然后说道 我和沐云长约定好了 让气昏迷 我来掌控身体 但我力量不足 时间不多 我就不再多说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 近古圣族 中古圣族 上古圣族 全部都被傲风云控制 什么 第1380章 幽谷台 战戏蕾 什么 行语看向沐云长 十分震惊 控制圣族很简单 凭空强大的手段和实力就可以 行语并不震惊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怎么知道的 行语当即询问道 沐云长也就是此时的沐婉彤 看向行语说道 你可知道 我怎么死的 行语面色猛然一将 眼眸闪过一抹争鸣道 难道是他 沐婉彤点了点头 说道 他记恨你 因为他 似乎没有从你身上得到他 想要得到的 他知道我喜欢你 一直默默爱着你 然后就想要让我死 我临死前他亲口说的 而他掌控圣族的缘故 为的是未免之心 行语猛然眼恐一宁 行语终于明白 为何当年 奥风云会带着落影 来到了天舞大陆 恰巧偶遇 并杀掉了鬼舞天君舞浮屠 原来他的目的是为了未免之心 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得到了多少 行语深吸一口气问道 八个 就差天舞大陆的 行语没有愤怒 而是轻松一口气 因为行语可以肯定 奥风云并没有达到地境极限 传说中的神境 如果真的达到了 他就不会需要未免之心了 所以 你还有机会 慕婉彤知道行语在想什么 正次地说道 一定要得到未免之心 这样 他永远无法踏入传说中的神境 行语点了点头 眼底闪过一抹狠辣 这是必然的 也是 一定要做到的 否则 奥风云真的踏入传说中的神境 很有可能如九鹰一样 有着未不先知的能力 甚至查到他已经重生 一切努力都将化为虚无 至于未免之心 怎么得到 行语已经有了方向 当年偶遇阵八方的时候 他就已经给行语指点了方向 至于未免之心如何得到 我也不知道 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 慕婉彤看向行语 温柔地说道 对不起 不能与你并肩战斗 只能你独立扛下所有的一切 行语摇摇头 揉了揉慕婉彤的脸颊 温柔地说道 只要你还活着 就是与我在并肩战斗 慕婉彤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旋即眼眸中的神色不断地变换 行语顿时明了 这应该是沐云长要苏醒了 看向慕婉彤 行语有些心疼 慕婉彤却忍着泪水 笑看着行语 说道 知道你还活着 还能够听你叫我一声玩 我死而无憾 别难过 我抱不了你 会心痛 话音落 慕婉彤缓缓闭闭上了眼睛 行语痛苦地嘶吼一声 瓦儿 泪水飞扬 可慕婉彤却再也听不到 而慕婉彤的眼眸紧闭 也久久未曾醒来 咻咻咻 精确三人快速地冲了进来 看向行语和慕婉彤一脸震惊 他们三人自然不会偷听行语和慕婉彤说话 只是行语的这一声嘶吼 太过洪亮痛苦 他们害怕出什么事 方才冲进来 看到慕婉彤躺在行语怀中没有动静 他们连声询问 然而行语都没有作答 只是一双眼眸中的杀气越来越浓郁 神色越发地猙獰 周身弥漫一股股毁灭杀伐的气息 让精确三人都暗自震惊 傲风云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 行语内心疯狂嘶吼 整个人的情绪在这一刻癫狂到了极点 碰 精确猛然一掌拍在了行语的脖梗 一股法则之力涌入体内 行语猛然狂吐一口鲜血 晕厥了过去 幽来而幽歇而震惊 精确却不理会 检查了一下行语和沐云长后 轻松一口气 说道 行语是情绪过于激动 并无大碍 长而是晕过去了 找人让他们去休息吧 醒来再问 是 三天后 行语猛然惊醒 全身大汗淋漓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在一处房间中 四周围的摆设 竟显清静优雅 行语猜测应当是沉冰圣宗 这才轻松一口气 醒了 声音传出的时候 精确直接出现在行语面前 看向精确 行语苦笑一声 道 谢谢了 昏迷前 行语深深地知道自己 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险些暴走 精确及时出手 这才制止 行语十分感谢 看样子没傻 精确瞥了一眼行语 旋即转身坐了下来 懒洋洋地说道 嫦儿还在昏迷 不过没有任何事情 奇怪的是 修为在不断提高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行语猛然一惊 当即询问精确沐云长在哪 精确好奇 但还是带着行语 前往沐云长休息的地方 沐云长正在床上休息 幽懒幽仙 正眉头微醋地等待 行语冲过来后 直接来到了沐云长面前 抬手按在沐云长的脉搏 感受片刻 面色有些阴沉痛苦 精确三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行语知道 沐云长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 应该是沐婉彤和沐云长的灵魂 逐渐融合 他们二者共体 想要真正掌控身躯 只有两个办法 互相吞噬 或者相互融合 沐云彤这么善良 怎么会吞噬爱行语的沐云长 因此 他用了第二种办法 两者融合 这是好事 两人融合 日后将成为一体 可是唯一不好的是 沐云彤可能真正的成为了过去 这时 行语紧握住的沐云长的手掌 微微用力 握住了行语的手掌 行语面色一僵 低头看了一眼紧紧握住自己手指的柔衣玉手 是那么的坚定 眼泪一颜子涌入眼眶 不过行语深吸一口气 蒸腾了泪水 神色坚定地 看向沐云长 玩 傲风云 我一定会亲手斩杀 为你报仇 长儿 日后 你就是玩 希望你能记住玩 松开沐云长的手掌 行语站起身 看向金雀 眼眸坚定地说道 走 去血忧一足 金雀暗自感叹一声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却知道 行语此时很愤怒 那股近乎实质化的戾气 令他多有些胆寒 现在不着急 还有点东西送你 金雀说完看向了幽兰 幽兰点了点头 说道 我陈兵圣宗 历来主修星辰奥义 和寒冰奥义 而你也息修了这两种奥义 现在我们帮你进行提升 行语点了点头 恭敬地弯腰败谢 跟我来吧 幽兰说完就朝着门外走去 行语对着幽兴和金雀点点头 转身跟着幽兰离开 金前辈 你说 行语未来的高度在哪里 幽兴看向行语的背影 眼含深意地说道 地境 不是极限 不是极限